第341章马上给我滚开 狄哥壮弱疯狂地摇动着射魂灵 眼瞳之中 竟是膨胀至极的野心 看着血尸的目光 充满了溺爱 是如己出 他果然是把这恐怖猙獰的血尸 当成了自己亲手养育长大的孩子 此人心理智变态 可见一般 儿子 给我杀 给我杀了他们 都是你的口粮啊 哈哈哈哈 吃了他们啊 狄哥兄弟发吼 黄小龙双手环抱 脸上擒着如沐春风的笑容 倒是林静大为着急 已然悄悄将那张雷击服 握在了手中 小龙 这 你和这个变态度 有点 有点不合算啊 万一那只血尸朝我们扑过来呢 静姐 没有什么万一 我是算无一策的 血尸这种邪恶 怎么会任人摆布 这家伙想控制他 自然第一个遭到反噬 黄小龙嬉嬉一笑 说时迟那时快 血尸化为一道血色残影 果然是朝狄哥极略而至 血气慢卷 煞气逼人 不 狄哥爆发出一声悲凉至极的怒吼 他眼急手快 直接将身旁的玛丽抓了过来 朝血尸一扔 刺拉 血尸凌空一抓 直接将玛丽的一整张人皮 活刮了下来 玛丽连横都没横一声 便是香消玉允 紧接着 血尸张开那血盆锯嘴 喷出一口血雾 这血雾有极强的腐蚀性 醒刻之间 便是将玛丽的上半截身体 融化成浓血 不可能 怎么可能 狄哥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声 我 我 我用那么多生人之血和阳气来补育你 我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居然是父 你这大逆不道的孽婿 静姐 你看这人是不是神经病 疯都疯了 黄小龙戏烈一笑 与之同时 狄哥看到黄小龙那充满了嘲讽的笑容 他眼中暴闪出野兽般的光芒 好好 好 既然如此 大家同归于尽吧 哈哈哈哈 都死吧 所有人都给我陪葬吧 话音刚落 狄哥拿出一张黄纸符传 直接一抖 符传自然 刚刚做完这些 确实已是扑了上去 一口将狄哥的脑袋咬碎了 小龙 他临死前 烧了一张符传 这是为什么啊 灵静不解道 哦 糟了 这家伙放弃了对夜来相会所 那些行尸的控制了 厂子里的行尸 马上就要抱走了 然后 疯狂地攻击厂子里的客人 黄小龙心神唯唯一宁 猴 血尸却是如大鸟一般 又朝黄小龙和灵静扑了上来 电态 去死 灵静按照黄小龙所受方法 引动手中雷击伏 轰 雷声响起 一道闪电无中生有 仿若从虚无中劈了出来 从血尸的头顶贯穿 砰 那血尸爆了开来 浓血死见 已被炸成一块块腐烂碎肉 满地臭血 死得不能再死 静姐 你也太彪悍了吧 黄小龙哑然 小龙 憋摸鸡了 赶紧的 赶紧去场子里看看 这下子 反而是灵静拉住黄小龙的手 沿着那条石阶 往上跑去 此时的夜来相会所 已是乱成了一锅粥 那些冒充小姐河南公关的刑尸 额头上贴的镇尸符 统统灰飞烟灭 他们野性爆发 开始疯狂地抓人 咬人 一些客人提着裤子仓皇逃窜 有的则是与刑尸撕打了起来 他们被鬼遮掩了 自然看不见刑尸的真面目 否则 哪里敢对打 有的却是抓住会所的服务员和领班 讨要说法 哎呦喂妈的疯子 这些小姐都特麻疯了 一个中年男人 提着裤子冲到黄小龙和林静身旁 黄小龙一看 这中年男人的胳膊之上 有一个齿痕 在这齿痕的周围 却已经唯唯犯黑 静姐 有一些人 已经被刑尸咬到了 感染了尸毒 如果不及时治疗 尸毒蔓延 这些被咬中的人 也会变成刑尸 围惑人间 黄小龙神色也是略微有些严峻了 那 小龙 那应该怎么办 林静慌神了 静姐 你先不要慌 马上打电话 安排警力过来 黄小龙吩咐到 让警察过来的时候 多带一些糯米 毕竟这些刑尸的等级还很孱弱 他们怕糯米 让那些被咬伤的人吃糯米 可以驱除邪气 在他们伤口敷上糯米 也可以解尸毒 林静自然对黄小龙的话深信不疑 当下 直接拨打电话 将附近所有的警力 全部召集了过来 并千叮万主 带上糯米 越多越好 很快 黄小龙便是找到了会所的几名服务员 让他们将会所的前门后门 通通关闭 上锁 在警察过来之前 万万不能够开门 以免将那些刑尸 还有被咬伤的人 放出去害人 林静拿出警官证 那些服务员不敢忤逆 心急火料地把前后门给锁了 几个刑尸朝黄小龙和林静冲上来 黄小龙随意扔了几张震煞服过去 令其化为浓穴 林静用会所里的扩音系 喊起化来 请各位不要慌乱 请立刻躲入包间或其他任何房间中 将门锁死 我们警方会尽快控制住局面 大师 您还没走啊 不远处 杨凯 杨凯看到了黄小龙 带着他的几个富二代朋友 直接跑了过来 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吧 黄小龙无语地看着杨凯 不过这几个家伙运气很好 虽然差点被刑尸堵住了 但还是逃了出来 没有被咬到 我说 大师 到底咋回事儿啊 这回锁里的人都特麻疯了吧 尤其是那些小姐 见人就咬 都得了狂犬病了吧 杨凯嘟囊道 好了 既然你们几个都在 帮忙做点事儿 黄小龙索性就从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大把镇煞符 交给杨凯等人 往行尸额头上贴符 哥们 行尸是啥 哪儿有行尸啊 一个富二代惊诧地看着黄小龙 嗑 白痴 黄小龙直接拿出阴魂筒 把趴在他们额头上的野鬼收了 这下子 他们不再被鬼遮掩 把一切都看了葛一清二楚 他们看到 在追逐人群的 并不是什么小姐和鸭子 而是 一具具尸体 草 大师 这 这 这年马是丧尸 杨凯下的尖叫起来 都看清楚了吧 就算是丧尸吧 往他们额头上贴符 黄小龙转身就走 害怕也可以不贴 反正我不会保护你们的 被咬死了 我是不会管的 赶紧找葛地方躲起来 赶紧的 妈蛋 太恐怖了 一名富二代惊恐欲绝 不对啊 刚才如果是障眼法 也就是说 我 我特麻是带着一个丧尸 去三楼打了一炮 哦 这哥们弯腰呕吐了起来 就在这时 几个行尸冲了过来 妈的 别啰嗦了 赶紧上 不想死就拼命啊 杨凯一咬牙 手里抓着正煞符就冲上去了 那几个富二代也是没办法 只好奋起反抗 幸好场子里的大多促行尸 都在地下室里 被黄小龙消灭掉了 如今失去控制的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造成的混乱 还没有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大多促人也都按照林静的吩咐 跑到各种包间里躲了起来 黄小龙和林静会合 小龙 警车马上就开过来了 糯米也带了很多 局面应该很快就被控制下来了 林静对黄小龙点了点头 忽然 伸手一指 咦 那不是老钟吗 黄小龙顺着林静的手指 只看了过去 只见老钟穿着便衣 正在和一只刑尸撕打 老钟的脖子上 还骑着鬼 把他掩着了 因此他无比英勇 连连地用脚踹着刑尸 毕竟是刑警出身 老钟挤拳挤脚 就把纠缠他的刑尸打趴下了 他还不解气 拿起一张凳子 啪啪啪地拍在 杭尸的头上和身上 嘴里还阴毒咒骂着 妈的 见人一个 还特麻咬老子 老子让你咬 老子让你咬 老钟大发神威 把那行尸打跑了 老钟 林静赶忙跑了过来 你怎么在这儿 林对 老钟面露尴尬之色 他原本就在夜来乡会所 有着一些干股 今晚上过来 无非就是私人原因 找点乐子 这还是他第一次单独来玩 没想到 刚刚挑了一个漂亮妞 准备上三楼来一发 结果漂亮妞抓住他的胳膊 巴唧就是一口 哦 林队 我就是 过来瞧瞧 咦 你也在 老钟看到了 站在林静身旁的黄小龙 眼神一变 宁笑道 嘖嘖 你这狗皮膏药也在啊 你不是说五天之内 帮林队破案吗 你吹什么牛呢 呵呵呵 黄小龙笑了 他看着老钟右手胳膊 上面有一个齿痕 一小部分肌肤 已经变成了黑色 散发着乐臭味 你被咬了 黄小龙也遇到 那你别嘴硬了 要不了多久 你就变形狮了 文言 老钟却是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形狮 我看你特麻白痴吧 林队 这小子有意想症啊 昨天看见一截手臂 就分析说是鸭子的 今天居然又说有什么形狮 傻不傻 你当我是小孩子吗 老钟 你现在确实很危险了 必须赶紧治疗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林队严肃得很 不用了 我治疗什么 有什么好治疗的 我没事儿 老钟无所谓的摇了摇手 对 刚才是被咬了一口 那见人下嘴倒是挺重的 不过 那么年轻漂亮的姑娘 你告诉我是行尸 你当我是瞎子 说着老钟用手指指着黄小龙的鼻子 我警告你 别特麻在我面前妖言惑众 马上给我滚开 第342章相亲会 被鬼遮掩的老钟 怎会相信黄小龙的话 再说了 他本来就将黄小龙视为情敌 恶心黄小龙 甚至恨之入骨 根本就不屑于听黄小龙讲话 黄小龙又何尝不是如此 呼 行 我本来还想救你一命 你还让我滚 好了 你就自生自灭吧 黄小龙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 看着老钟 其实 只要黄小龙将趴在老钟脖子上的野鬼收了 老钟就能如梦方醒 可他嘴太臭 人太贱 黄小龙自然不会救他 黄小龙也不是什么圣人 静姐 我们去消灭那些行尸吧 黄小龙拉着灵静的手走了 灵静看了看老钟 眼中有一些淡淡的怜悯之色 但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给你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 怪不得旁人了 对付这些弱小的行尸 黄小龙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一路走去 碰到就是一张震煞符 到后来 灵静也能够帮着灭杀行尸了 在警察赶来之前 一来相会所中肆虐的行尸 差不多已经被黄小龙和灵静联手杀绝了 灵静亲自主持的大局 赶紧给那些被行尸咬中的人吃糯米 伤口上也是涂抹了糯米 灵队 你快过来 老钟 老钟出问题了 一名警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道 众人赶去 只见老钟已经神志迷糊 他身上除了一开始被咬到了那个伤口 另外在脖子上 脸上 又多了好几个齿痕 此时的老钟 全身黑气阴晕 这是尸毒随着血液 流遍全身的迹象 老钟 你 灵静终究心软 对身旁的警员道 快点为老钟吃糯米 往他的伤口上涂糯米 多涂点 不 我 我 我才不相信是什么形尸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那种 那种怪物 我只是发高烧了 我发高烧了 老钟用阴森森的目光看着黄小龙 这目光 有些暴虐 充满了怨毒 妈的 你小子 想和 想和我抢女人 我 我不会输给你的 灵静 灵静是我的 呵呵 黄小龙笑了笑 静姐 我先回家睡觉了 这家伙麻 马上就要变形尸了 如果想救他 试试将他整个人埋在糯米堆里 不过救活的概率不是很高 一旦他便行尸了 说着 黄小龙拿出几张震煞符 递给灵静 静姐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这 灵静一咬牙 接过震煞符 点头道 小龙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放心 轰动滨海的碎尸案告破 顺便还诛灭了夜来乡会所的幕后大boss 这一晚对于灵静来说 或许是惊心动魄的 但对于黄小龙来说 着实稀松平常 就好像 汪洋大海里的一朵小小浪花 离开夜来乡会所 黄小龙开着车回到家 洗了个热水澡 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大早 黄小龙就被手机铃声吵醒 本来还以为是灵静打过来的 结果一看来店 居然是大老婆宋宇如打来的 汪 大老婆 我还没睡醒呢 黄小龙睡眼惺忪 要不 你过来陪我睡 嘻嘻 今天我家里没人 大老婆 你过来忙 我家里的床很大很舒服的 噗 大清早的 谁跟你白日宣营呢 宋宇如娇称道 那啥 人家找你有事儿呢 呃 大老婆 你有啥事儿啊 黄小龙义不容辞的道 是谁生病了 还是谁撞邪了 没有啦 宋宇如忍不住笑道 小龙 难道人家找你 就只能是这种倒霉事儿 你听我说 是这样的 清汉他今天生日 邀请了我去参加午宴 噗 大老婆 我知道了 你和清汉是闺蜜 他邀请你参加生日午宴 然后你却一个男伴 所以让我陪你一起去 对吗 黄小龙笑嘻嘻的道 没问题啊 我陪你去 不是啦 小龙 其实清汉是让我转告你 他也邀请你去参加生日午宴 说到这里 宋宇如的声音里 便是有些醋意了 清汉他是很想邀请你的 可是呢 他脸嫩 又怕你拒绝 就要我替他带个话 这样啊 黄小龙笑道 那也没问题啊 大老婆 我们就一起去麻 小龙 其实呢 听说 这次清汉的生日宴会 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宋宇如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说到 清汉的父母 趁着清汉生日 广邀滨海青年才俊 是 是准备在这些人里面 给清汉挑一个优秀的未婚夫 啊 搞了半天 这不是生日宴会 是相亲会啊 黄小龙恍然大悟 嘖嘖 城里人真是会玩呢 是生日宴会 同时也是相亲会 小龙 你说清汉会不会选中你呢 纵语如酸溜溜的道 噗 大老婆 我和清汉又不熟 没见过几次啊 黄小龙坦言道 再说了 是清汉的父母选女婿 我没见过他们啊 我只是一个农村孩子 清汉的父母会把宝贝女儿 嫁给一个农村孩子吗 我晕了 小龙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流了 听黄小龙这么说 宋语如道是心安了不少 嘟弄道 人家是紧张你妈小龙 你会不会怪我小心眼 大老婆 如果你很担心的话 那我不去好了 我继续睡觉 黄小龙打了个哈欠 别啊 小龙 清汉是真心邀请你的 你就去麻 不去多眉丰度啊 宋语如反而哀求起黄小龙来 小龙 我过来找你 我们一起去 那好吧 黄小龙从床上爬了起来 可可 小龙 还有就是 你知道的 清汉她毕竟是 书家的千金小姐 书家那么有钱 请到的客人 一定也都非富即贵 我们是清汉的朋友 不能 不能给她丢脸耶 所以 生日礼物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准备一下呢 宋语如 奇奇爱爱的道 不 生日礼物啊 大老婆 你别准备了 我帮你一起准备好了 你放心啦 我准备的生日礼物 不会丢你的脸 也不会丢我的脸 更加不会给清汉丢脸 相信我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道 那好 小龙我信你 挂了 你在小区大门口等我 宋语如燕然一笑 结束通话后 黄小龙在自己的帆布包包里翻找了一会儿 咕弄道 大老婆是清汉的好闺蜜 所以我要送一些像样的生日礼物给清汉 不过这根本就难不倒我啊 嘻嘻 我有的是好东西 啊 起床了 相亲会 有意思 等会儿过去看看 都有什么男人参加这一场 相亲会 第343章双胞胎姐姐 距离书清汉的生日午宴 时间已是不多 黄小龙选好了要送给书清汉的礼物之后 便是赶紧洗漱 换上衣服 用尽衣服把衣衫清洗干净 整个人显得十分清爽洁净 这才心满意足地跑到了小区大门口 没等多久 大老婆宋语如就翩翩而至 泽泽 今天宋语如打扮真是漂亮 一身白色的修身雪紡束腰连衣裙 衬托出来了不迎一握的纤细腰枝和一双修长白嫩的大腿 脸上画了淡淡的妆容 宋语如穿的衣服并不是什么奢侈品 也不是名牌 她也没有佩戴什么金银首饰 可真是天生丽质 太惊艳了 在小花的气质中又彰显出来了一种都市白领丽人的味道 黄小龙眼睛都看得有点发直了 唯唯一硬表示尊敬 嘻嘻小龙你傻傻的站在这儿干嘛呢 宋语如夹杂着一股枝子花香 朝黄小龙碎步小跑了过来 大老婆你今天太美了 你这样会把寿星的风头都抢过来的 黄小龙实话实说道 且才不会呢 清汉是我们学校的女神 比我漂亮多了 宋语如谦虚道 啊忍不了 来 大老婆 亲一个仙 黄小龙搂着宋语如旧事猛肯 啊 装给我弄花了 宋语如无力挣扎 车上 黄小龙舔了舔发舔的嘴唇 一边开车 一边黑黑的笑着 小龙你真坏 宋语如眼睛里的魅意能够挤出水来 她在补妆 完了宋语如拿出一个首饰盒 小龙 这是我给清汉买的礼物 呃 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把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都花掉了呢 大老婆 我不是让你别准备礼物了吗 你那份 我会帮你一起准备的 黄小龙道 你还那么破费 把所有的积蓄都花掉了 不是啊 宋语如一脸认真的道 其实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小龙 你都不知道 我和清汉关系多好 我们真的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以前 每次出去吃饭 都是清汉请客 她很照顾我的 有一次 我家里有点事 急需要用钱 清汉二话不说就把钱借给我了 哦 我知道了 黄小龙点头道 这时 宋语如又是一脸好奇的道 小龙 你准备送什么礼物给清汉啊 其实挺烦的 这种场合 送礼也成了一种攀比 礼物越贵重 就显得越有面子 不过 小龙 清汉他不是那种势力也 我们的礼物 情一到了 清汉就会很开心了 犯不着和其他人比 还比什么 黄小龙的脸色 出奇的认真 大老婆 我送的礼物 根本不需要和任何人比 就是最好 最贵重 价值连城的 其他人送给清汉的礼物 被我秒杀 哭 小龙 这么厉害 纵于如哥哥娇笑了起来 玄机调侃道 既然小龙你送的礼物那么的贵重 说不定 清汉的爸妈 会对你另眼相看 找你当女婿 这样呢 我和清汉两姐妹 就可以一起服侍你了 你开不开心啊 啊 这也行 黄小龙默然 纵于如当然是开玩笑的 称道 我就知道你巴不得 黄小龙把车开到了滨海的一个别墅区 这个别墅区属于中高档次 比不过黄小龙的海滨别墅 这里最贵的别墅 估摸着也就是二 三千万上下 而便宜一点的两层小洋楼 几百万能拿下 输家乃是滨海四大家族中的商业帝国 论资产 是最雄浑的 说白了就是最有钱的 不过呢 家族人员博杂 知凡叶茂 舒清汉这一脉 在当代的输家 倒不是说多受重视 加上舒清汉又是个女儿身 家族甚至都没有将任何生意 交给他打理 或许在他毕业后 也就是在家族企业中 做一个高管吧 因此 舒清汉的父母 才急着在他还没有毕业之前 趁着年轻 给他找一个如意郎君 青年才俊 提升他在家族中的竞争力 当然了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舒清汉在舒家再不得宠 也不是一般豪门家族的千金可比 一栋三层别墅外 停满了各种顶级豪车 别墅的大门口 寿星舒清汉正在迎客 他今天穿戴一新 若厉的身材 火辣而成熟的身体 穿着一身粉色的公主裙 肌肤嫩滑如羊之美誉 活脱脱就是一个 从童话世界中走出来的公主 那么的清纯 那么的可爱 那么的一尘不染 黄小龙把车停好 便是和宋宇如一起走了过去 青汉 宋宇如挥着手招呼道 舒清汉一看到黄小龙和宋宇如 脸上便是洋溢出来了发自内心的笑意 尤其是看到黄小龙的时候 一双大眼睛都笑成了弯月 宇如 小龙 你们来了啊 欢迎 欢迎啊 舒清汉迎了上来道 黄小龙和宋宇如一口同声的道 生日快乐 宇如 小龙 我就不招呼你们了 我正忙着迎接宾客呢 哥哥哥 你们先进去做一会儿 等会儿我找你们 宇如 等会我们一起切蛋糕 舒清汉笑道 然后对身旁的一个小女孩道 姐姐 宇如和小龙 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帮我好好招呼他们 可以吗 姐姐 黄小龙明显地治了一下 只见 在舒清汉身旁 跟着一个小女孩 是啊 就是小女孩 身高大概在一米四几 身材十分的瘦小 虽然皮肤很白 五官很漂亮 但很明显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模样啊 可是 舒清汉叫他姐姐 可可 小龙 你 你别失态了 宋宇如赶紧把黄小龙拉到一边 小龙 我跟你说啊 那个看上去很像小学生的女孩 真的是清汉的姐姐耶 其实呢 她是清汉的双胞胎姐姐 比清汉早出生了一个小时 只不过呢 她 她可能就是 怎么说呢 也不是病 反正貌似在读小学的时候 就停止发育了 不长个子 其实呢 今天也是她的生日 她和清汉 都是二十岁 但是呢 她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 很不得宠 被 被书家世为一个 一个耻辱 今天的生日宴 也没她的份呢 怪可怜的 二十岁的女孩子 身高体型 就和小学生差不多 诸如 这样啊 黄小龙目光一动 这个小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书清兰 宋宇如说道 清汉和她姐姐关系很好的 我和清兰虽然谈不上朋友 但也一起吃过饭 她这个人 虽然 虽然像个小学生一样 可是很坚强的 我都很钦佩她 你们好 我是清汉的姐姐 书清兰 跟我一起进去吧 书清兰落落大方地走向了黄小龙和宋宇如 并对黄小龙奄然一笑 你就是清汉每天都在我耳边提起的小龙麻 呵呵 感谢你 上次是你替清汉证明了清白 如果不是你 他肯定都无法承受那些流言蜚语 后果 后果都不敢去想象 好了 今天清汉生日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我带你们进去 第344章那少年也来了 今天不也是你的生日吗 黄小龙却是对书清兰一笑 呃 文言 书清兰那小身板剧震了一下 眼中有泪花迅速凝结 但他强忍着没有流泪 自嘲一笑道 我 我 我的生日无关紧要的 小龙 别出人家商考啊 纵语如赶紧拉了一下黄小龙 哦哦哦 黄小龙不再多说 不过呢 对于书清兰 黄小龙倒是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他那近乎心碎的眼神 触到了黄小龙内心一个柔软的部位 这身处地地想一下 在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家族 出了一个侏儒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污点 也将会令他 一辈子都承受巨大的压力 嘲笑 奚落 甚至于抛弃 或许 书清兰已经被抛弃了吧 毕竟 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但书家根本就没有提及他 只是单独为书清汉举办了这样一个 尚算隆重的庆生会 生日午宴在别墅前那巨大的露天草坪上举行 是自住行事的宴会 此时 已经有不少的青年才俊 在喝着红酒 三五成群的交谈着 来宾里 女性较少 大多促是男性 而且明显都是些家底英识的富二代 其中还不乏儒雅成功人士派头的男士 看来啊 姓生会的确只是个噱头 核心的内容 就是 相亲会 黄小龙 黄小龙目光扫了一圈 来宾中 他一个都不认识 也没有看到那天四大家族慈善拍卖晚宴上 出现过的人 书家的大管家 还有滨海四少中的书节 也都没有到场 林家 高家 孙家 似乎也没有人来喝 书清兰将黄小龙和宋宇如 请到了一个清静的角落 笑道 你们先玩一会儿 吃点东西 那边有红酒和香槟 还有白酒 可以过去拿喝的 千万不要客气 恩恩 清兰 你不用管我们的 我们都是清汉的好朋友 不会客气的 宋宇如笑道 这时 站在草坪中的一些宾客 都不由地将目光看向了书清兰 不难看出 他们的眼中 都充满了讽刺和嘲弄 如果是在其他场合 恐怕他们早就议论起来 书清兰这个侏儒了 其实 在黄小龙看来 虽然是双胞胎 但书清汉和书清兰两姐妹 五官长相 还是迥然有别的 严格意义上讲 只说五官 姐姐书清兰 是要比妹妹书清汉出色的 她秀雅绝俗 自有一股清灵之气 肌肤娇嫩 神态悠闲 双目游四亿红清水 顾盼之际 自有一番清雅高华的气质 如果这样一张脸 再服以一个较好的身材 那就是活脱脱的女神 魅力丝毫不会比 滨海大学四朵花叉 甚至还略胜一筹 可糟糕就糟糕在 她太矮了 一米四几 书清汉号称萝莉身材 个子也不高 可好歹也有接近一米六啊 这在女孩里 不出挑 但也是正常身高了啊 再说书清汉 还有一对饱满的疯乱呢 而书清兰 不但矮小 而且瘦弱 胸前也是旺仔小馒头 无论从正面看 还是从背影看 都是小学生麻 书清兰又招呼了几句 这才告辞 去别墅外面 陪着书清汉一起迎兵 可惜了 黄小龙微微摇头 是啊 小龙 其实只看脸 清兰真是个大美女的 纵于如一脸万息 旋即 心中一动 直接拉住黄小龙的手 小龙 你 你艺术那么厉害 有没有办法 帮清兰致志 纵于如心地善良 此时美丽的眼眸之中 竟满满的都是期待之意 大老婆 清兰没有生病 她停止发育 应该是基因方面的问题 黄小龙笑了笑 却是忍不住拍了拍 随身的帆布包包 嘴角 扯出一抹神秘的笑意 今天也是清兰的生日 既然她和清汉姐妹情深 我就 也送一份礼物 给清兰吧 呃 小龙 你 你还准备了什么礼物 你之前也不知道 清兰今天过生日啊 你准备送什么给清兰 纵于如意脸蒙逼 当然是最贵重的礼物 秒杀一切的礼物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 从别墅大门口 走出来一对中年夫妻 那女人 保养得极好 看起来不到四十的样子 着实一个美妇了 而男人 四十出头的样子 样貌儒雅 也很有风度 这二人 便是舒清汉和舒清兰的父母了 今天 来给清汉庆生的人 可不少啊 其中不乏咱们滨海 以及外省的青年财俊 叔母一眼扫过草坪中的宾客 脸上却是浮现出来了欣慰的笑容 希望咱家清汉 能够找到众议的未婚夫 老婆 其实 我们都忽略了 今天也是清兰的生日 唉 清兰 也到了出格的年龄了 叔父的脸上 却是有着一些自责之意 从小到大 清兰这孩子 就很懂事 可是 她 她身子上的毛病 以至于 家族中人 都对她格外歧视 相比较起来 两个女儿 我更放心不下的 是清兰 叔母握住了叔父的手 以时安慰 老公 我的心情 其实和你一样 因为清兰这孩子 公公和婆婆她们 没少骂你 书家的任何宴会 清兰都不允许参加 我 我也想替清兰 选一个未婚夫 可是 可是 很难啊 算了 好歹都是自己的女儿 今天 咱们就把话说明吧 看看这些青年才俊 有没有人 愿意疼爱照顾清兰一辈子 说着 叔母也是 渲染欲涕的表情 恩 试试吧 万一 有人喜欢咱家清兰呢 虽然不抱希望 但叔父也是决定 孤注一职的试试 这个时候 叔父和叔母的目光 却是同时 看向了黄小龙 咦 那 那少年也来了 叔父眼睛唯唯一亮 那天的四大家族慈善拍卖晚宴 叔父和叔母也都有参加 自然是亲眼目睹了黄小龙的超酌风采 老公 这少年名叫黄小龙吧 倒是得手段妖孽的少年 那天的晚宴 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叔母眼睛发亮 老公 你说 假如咱家清汉 哈哈老婆 你的意思说 这个黄小龙 是咱们理想的女婿人选 叔父笑了笑 虽然说 这小伙子救过清汉 而且 那天晚宴 着实折服了我们 不过 我也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345章送生日礼物 老公 黄小龙这少年 可以说是优秀到至极了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叔母饶有兴致地看着叔父 优秀 固然是极优秀的 不过 叔父一脸成竹在胸的表情 就那天晚宴之上 少年黄小龙所表现出来的特长 有着胡眼睛睛的健保之术 横扫一切的武力 还有堪比军神的枪法 论人脉 孙家与林家 都对他推崇被制 是啊 老公 无论是特长还是人脉 黄小龙这少年 都是个中巧楚 至少在滨海年轻一代中 可算是无人可出其有了吧 纵然骄傲如林子聪 也还是向他低头 叔母眉飞色舞道 呵呵呵 老婆 看问题 不是你这样看的 叔父但笑道 特长方面来说 武力与枪械 都离我们太遥远了 我叔家时代经商 叔家女子 选择一生伴侣 多半都是商业上的联姻 黄小龙固然能拼能打 但在经商方面 着实不能给我叔家 带来一丝弊异 他的发展路线 最好还是从君 可是 以他那种不可一世 谁也不给面子的性格 便是从君 也很难出头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去找一个打打杀杀的老公 叔父 夸夸其谈 至于人脉 呵呵 对 如今林家和孙家 的确被黄小龙折服 可是 黄小龙并非林家或孙家的人 自古以来 非我族内其心必诛 林家和孙家 老谋深算 对一个外人 不可能一直如此看重的 一旦黄小龙失去利用价值 我保证 他们会将其踢得远远的 说白了 黄小龙就是家底太薄 家底太薄 出母醋眉 对 据说 这黄小龙 那是大山里的农民出身 家世背景方面 一塌糊涂 出父目光闪烁 一个人 能力再强大 若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家世 在这社会之上 终究也会举步维艰 个人的努力 很难和家族世代经营的底蕴相抗衡 这个社会 规则大于个体 一个人再厉害 也无法拥有无视规则 斩破一切的能力 黄小龙太桀骜了 这种人 不遵从规则 到头来 终究会被规则碾成粉碎 叔父的话 倒是让叔母默默点头 一个大山里出来的农村孩子 哪怕优秀到了极致 成就恐怕也是有限的 这夫妻二人 对黄小龙了解并不深入 因此 在此议论 直书己见 那么 老公 你为咱家清汉设定的 择偶条件是 叔母问道 虽然我这一脉 在书家并不是最受重视的 但百足之宠死而不将 我的闺女 也不是那么容易取的 叔父笑了一下 首先就是门当户对的家庭条件 论家事 父母辈 至少的是个手握实权的正厅级 亦或者资产过50亿的商业家族 论个人能力 或从政有平步青云之潜力 或从商 掌夺一家资产不低于10亿的公司 叔父傲然道 而在另一边 黄小龙和宋宇如随意坐着喝饮料 吃甜品 站在他们附近的一群富二代 白富美 却是在聊着滨海当下最火热的话题 自然 他们聊的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也是一些上流圈子的事 最近咱们滨海 可是出了一件大事人 你们知道林家在新区拿下的那一块地麻 那块地价值何止百亿 但风水出了问题 导致迟迟不能开工 后来 林家请来了港岛首席风水大师的清传弟子 你们猜 怎么着 说话别卖关子啊 一次性说出来多好 这样吊人胃口 有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好好 我说 那港岛首席风水师的弟子 居然被一名年轻的大师斗拜 会溜溜地滚回的港岛 而那位年轻的大师 却是轻而易举 将林家那块地的风水问题解决了 据说 作为酬谢 林家赠给那位大师二十间店铺 太厉害了 这位大师 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一个白富美一脸花痴 如果能见一见这种大师 那该多好啊 希希 连林家都尊崇的大师 好牛啊 而且据说很年轻 如果可以嫁给大师 我倒贴都愿意呢 又一个白富美眼睛里温情默默 似乎是在歪歪着神吗 别白日做梦了 这样的人物 已经不是我们有资格能够认识的了 小龙 这些有钱的公子哥和小姐 谈论的话题 我们 我们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什么大师 不过 小龙已肯定比那啥大师厉害的 宋宇如对着黄小龙温情一笑 哈哈哈哈 大师 黄小龙啼笑皆非 你们口中所传送膜拜的大师 不就是小哥我吗 黄小龙没想到 自己随手替林家办的一件小事人 居然成为了滨海上流社交圈子的谈资 很快 宾客就到齐了 舒清汉和舒清兰这一对姐妹 也来到了草坪中 有庸人推来了一个二十层高的蛋糕 舒母笑着道 现在 请大家给我们今天的寿星 唱生日歌 然后呢 寿星许愿 吹蜡烛 给咱们切蛋糕 一大群人围着舒清汉 就好像是在簇拥一个公主 唱起了欢快的生日歌 舒清汉将姐姐舒清兰也拉到了蛋糕前 笑道 姐姐姐 我们一起许愿 吹蜡烛 清汉 今天 今天是 是你过生日 我就不瞎掺和了 舒清兰有些自卑的道 不麻 不麻 姐姐 今天也是你的生日 我们一起许愿 来 一起许愿 舒清汉 拉着姐姐舒清兰 撒起娇来 舒清兰不忍忤念妹妹的好意 因此 也学着舒清汉的样子 双目为臂 双手合十 许起愿来 舒清汉 在许愿的时候 忽然睁开眼睛 朝黄小龙这边看了看 粉脸骚然红韵 赶紧重新闭起眼睛 口中念念有词 而舒清兰在许愿的时候 却是忍不住流下了两滴眼泪 也不知道她许的什么愿 许愿结束 姐妹二人吹灭蜡烛 切蛋糕 纵宇如也是被舒清汉邀请过去 一起切蛋糕 不多时 叔父宣布道 现在 就请各位 将送给小女清汉的生日礼物 亲手交给清汉吧 这一宣布 在场的公子哥和白富美们 脸上都显现出来一丝攀比之意 有的神色极为傲然 仿佛 自己送出的礼物 一定会盖压全场 只有最贵重的礼物 才能够展现出他们的家底和身份 谁也不甘落后于人 第346章黄小龙的礼物 这赠送生日礼物的环节 直接将午宴 推向了一个高潮 宾客们都开始攀比 炫富起来 而且 到会的青年才俊 都知道这百明了是相亲会 谁送给舒清汉的礼物更加的珍贵 谁就能够在这次情场的角逐中 占据先机 情场如战场 谁也不肯认舒 虽说 舒清汉在舒家 未必占据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对于这些青年才俊来说 能够和滨海四大家族的舒家 沾上一丝关系 这对于人脉的扩充 未来的发展 都是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况且 舒清汉也算是顶级美女了 全场单身男性 屈之若鹜 叔父和叔母也是在一旁默默地观察 看看哪一位才俊 送出的礼物更贵重 更合他们心意 宋宇如就在舒清汉身旁 她和舒清汉情同姐妹 自然第一个拿出了礼物 笑着递给舒清汉 清汉生日快乐 舒清汉欣欣喜地接了过来 打开一看 是一对耳坠 最为的精致 宇如 谢谢 我好喜欢这样的生日礼物 已是倾尽宋宇如的所有存款了 但是对于在场的其他宾客来说 则太寒碜了一些 一些人甚至当众吃笑道 泽泽 这种万把块钱的玩意儿 也拿来送礼 丢不丢人啊 清汉怎么会有这种穷酸朋友 真是有失身份呢 宋宇如脸色唯唯一红 舒清汉握了握他的手 低声道 好姐妹 别听这些人瞎说 你送给我的礼物 我是最喜欢的 说话间 舒清汉确实用眼角余光看向了黄小龙 眼神中 浮现出一抹浓浓的期待 心中暗道 不知道小龙会不会送礼物给我 小龙要是肯送 就算是一块路边的石头 我也会开心的要死的 黄小龙玩味的看着那些争先恐后送礼的人 嘴角 浮现出一抹不屑之色 礼物可真是丰富 有限量版的手表 有直接送豪车的 有经营首饰 有私家定制的化妆品 琳琅满目的礼物 着实是让人眼花缭乱 叔父和叔母 在一旁也是连连含笑点头 不过 对于这些礼物 舒清汉确实表现得极为平淡 哪怕就是价值上百万豪车的车钥匙 她也是稍微看了一眼 便交给了身旁的庸人 舒清兰在一旁看着 也是为自己的妹妹清汉高兴 能够收到这么多礼物 说明清汉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 舒清兰的眼眸之中 也是隐藏着一抹淡淡的失落 是啊 挺失落的 今天也是她的生日 来了那么多客人 带来了那么多的礼物 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她说一句生日快乐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为她准备一件生日礼物 舒清兰 心头有些苦涩 很想哭 但她坚强地忍住了眼泪 她心想 我这个样子 谁愿意送一份生日礼物给我呢 呵呵呵 舒清兰 你别痴心妄想了 这辈子 你永远不会收到一份生日礼物的 送礼也是渐渐地接近尾声 这时 一名极为儒雅的男子 大概二十七 八岁 却是直直地走向了舒清汉 眼神之中 有着一抹不佳眼视的爱慕 这男子穿着得体 面容俊朗 其一举一动 都显现出来了一种良好的教养 不经意间 就把其他的青年才俊 给比了下去 清汉小姐 第一次见面 为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理清人意重 希望你能够喜欢 那男子 说话的语气 温文尔雅 希望 有机会 清汉小姐有空能够来江南市玩玩 也让我仅一敬地主之仪 哈哈哈哈 子环 你太客气了 这次 你能够来滨海 参加清汉的生日宴会 我和你阿姨 真是非常开心 清汉也很开心 放心吧 有空闲时 清汉一定去江南市找你玩的 初复一脸笑意 看来 对这个男子子环 极为的满意 陈子环 江南市最显赫 也是最古老的家族 陈家的少爷 在江南市 陈子环的地位 就相当于滨海四少 而陈家在江南市的根基 极为的稳固 家族昌隆 隐隐约约被称为江南市第一家族 而且 据说陈家依靠着京城的一个大家族 在江南市更是无人敢惹 陈家的家族产业 自然是极多的 而最主要是海运业 旗下有着促使骚远洋货轮 除了日韩航线之外 足迹还遍布欧美大陆 生意如纳烈火烹油 这次 陈子环来到滨海的目的 就是要拿下输清汉 让得江南陈家 与滨海输家 强强联手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联姻 无他 陈家在江南市 几乎可以说是织守着天 但生意业务 还没有发展到滨海来 毕竟 滨海是大家族 牢牢把控着滨海这一亩三分地 没有给陈家这头江南的大鳄 任何可乘之机 这一次书清汉挑选未婚夫 便是陈家的一次绝好机会 陈子环来到滨海前 陈家家主 心自与他谈了足足一个小时 并让陈子环立下军令状 这次来滨海 绝不空手而归 赤壁将书清汉拿下 哈哈哈哈 好 好 英雄初少年 书父对着陈子环 不停地点头 还连连给书母打眼色 前台词就是 我已经替清汉选好了 这就是清汉的未婚夫了 陈子环优雅一笑 令人如沐春风 清汉 这次过来得极为匆忙 也没顾得上准备什么像样的礼物 嗯 我们陈家 近年在江南市的黄金地段 拿下了一块地 清汉 这里有一间店铺的产权证 说着 陈子环打了一个响指 后面走上来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 将一份证书交给陈子环 少爷 陈子环接过产权证 笑着递给书清汉 清汉 虽然只是一间店铺 但产权面积大概也有一到两百平米 你还在读大学吧 现在 你可以安安心心做一个包租婆了 这话一说 在场的滨海本地青年才俊 不免有些气苦 同时 也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江南市 其繁华程度 是要超过滨海一丝丝的 在江南市 最黄金的地段 商铺的价格是超过了20万一平米的 如今 陈子环直接送给书清汉一间店铺 产权面积达到一到两百平米 这不至于是直接送给书清汉数千万的产业啊 这出手 简直太阔绰了 一直千金啊 再说 按照江南市的发展速度 这一间店铺 升值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就如陈子环所说 仅仅只是出租这间店铺 书清汉都能够安安稳稳坐在家里 每个月收取不少的租金啊 这样的生日礼物 让得其他人 顿显黯然失色 这 书清汉置了一下 思考了几秒钟 便是准备拒绝 如此贵重的礼物 他不敢接受 更何况 他这还是与陈子环第一次见面呢 一旦收了他的店铺 是不是就意味着 要当他的未婚妻了 书清汉下意识地抬头看了黄小龙一眼 然后心里浮现出来一个声音 我才不要他的店铺 我才不要嫁到江南市去 可没想到 书父 却是抢着替书清汉 将那产权证给接了过来 没口子的称谢 除数 不用客气 一点小礼物 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陈子环故作谦逊 小礼物 不好意思拿出手 一间上百平米的商铺啊 上千万的东西啊 这还小礼物 这人 装逼装得真好 此时 送生日礼物的环节 便是宣告结束了 好了 陈蒙大家的厚爱 今天清汉可是收到了太多贵重的礼物了 初付礼貌性质的致谢 就在这时 呃 等等 我还没有送礼呢 黄小龙懒洋洋的道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黄小龙 不过 当看到黄小龙那平凡普通 甚至在富人看来 十分廉价的穿着时 这些人 目光中 都浮现出来了一丝丝鄙夷之色 人人心里 都窜出来一个念头 就你这模样 你还能送清汉什么像样的礼物吗 在这里丢人现眼罢了 小龙 舒清汉的情绪 明显就是高昂了起来 脸上的笑容也荡漾开来了 你 你 你给我准备礼物啦 刚才舒清汉看黄小龙 一直没拿出礼物 他还以为黄小龙今天过来 没给他准备礼物呢 让他心里弥漫着一种很难受的失落 而现在 黄小龙亲口说 他是为舒清汉准备了生日礼物的 舒清汉心头的阴霾 一扫而空 他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 发自内心的开心 哦 那陈子环 眼睛微微眯缝 看向了黄小龙 这目光中 却是有了一些些敌意 第347章 我的礼物是无价之宝 陈子环对黄小龙产生敌意 那是很正常的 在这个生日宴会上 其他的单身男子 陈子环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 他不认为 这些土鸡娃狗 能够成为自己情场上的对手 他们都不堪一击 可是 看到舒清汉对黄小龙表现出来的情绪与态度 显然 事情出现了一点点的变数 对于舒清汉 陈子环是实在必得的 他担负着家族的使命 从陈子环本人来讲呢 他也是必须要拿下舒清汉的 一 一般商业家族的联姻 都是极为功利的 样貌方面 就不那么讲究了 而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马 譬如陈子环的亲哥哥 娶的妻子 就有些爱胖 样貌有些丑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在联姻中 其实很难找到自己真心喜欢的女人当老婆 不碰上丑女就不错了 而舒清汉 长相方面 陈子环是很喜欢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漂亮啊 太漂亮了 洋娃娃一样 公主一般 美啊 从联姻这个角度来讲 能遇上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可遇不可求 这是福分 二 在江南市 陈子环也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 玩国的女人不在少数 他懂得一些贱女之术 在他看来 基本上有90%的把握确定 舒清汉是个楚 我的天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还是楚 这可比钻石还珍贵啊 因此 陈子环暗暗发誓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拿下舒清汉 若遇到障碍 就肃清障碍 若遇到情敌 便知于死地 黄 黄先生 叔父对黄小龙的态度 也还算是比较热情 上次 真的非常感谢你给清汉 治好了那疑难杂症 还了清汉一个清白 叔母也是温婉一笑 黄先生是我家清汉的大恩人 哦 小意思罢了 黄小龙无所谓的道 一码是归一码是 我还是先把生日礼物送给清汉和清兰吧 这话一说 全场街有些惊愕 清兰 叔父和叔母 面部表情都产生了一些波动 叔清汉一脸感动 小龙 你 你 你的意思是说 你 你要送礼物给 给我姐 至于叔清兰本人 那就更是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他在书家的角色 就是个丢人现眼的存在 就是丑小鸭 今天明明他也生日 却是没有人对他说生日快乐 更加没有人送他生日礼物 现在黄小龙站出来说 对啊 今天不也是清兰的生日吗 所以 我也为清兰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黄小龙笑道 黄先生 你 你 你真是有心了 叔母眼眶一红 眼泪直接就往下掉了 叔清兰用力捂着嘴 拼命地忍住 不要哭出来 不要被感动得嚎啕大哭 但眼泪却是如断线珍珠一般往下掉 小龙你太好了 你太好了 你真的太好了 叔清汉也陪着哭了起来 你送礼物给我姐 你送给我 还 还让我开心 你真是太好了 哼 陈子环那儒雅的表情 完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英智与憎恶 他是堂堂江南市的大少爷 虽然有城府 但他的城府 绝对不会在一个衣着寒酸的少年面前表现出来 他直接讥讽道 哈哈哈哈 真是好算计 这亲情牌 打得可真是够好的 好好好 心机深沉 心机深沉啊 啊 我心机深沉 我打亲情牌 黄小龙愕然地看向了陈子环 你什么意思啊 清汉和他姐姐 感情深厚 你或许无法送出太有价值的礼物 因此 你花了心思设计 首先送给清汉姐姐礼物 这样 哪怕你送的只是几百上千块钱的礼物 也能够起到几百万 上千万的效果 你的城府 的确深不可测 哈哈哈哈 陈子环激凤狂笑 这番话 其实也是故意说给叔父和叔母听的 果不其然 听了陈子环的话 叔父和叔母 原本是很感动的 现在 心头也是一凉 两人心里 都是冒出一个念头 这黄小龙 功于心计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过 我送给清兰的礼物 并不是几百块上千块的啊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呵呵那就是几千块上万块的吧 反正你的目的达到了 陈子环挖苦道 以小伯大麻 黄小龙连连摇头 不对 不对 我送给清兰的礼物 比你送给清汉的店面还贵重很多很多 嗯 陈子环眼角肌肉疯狂地抽出了几下 你知道那间店面的价值吗 那间店面 目前的市场界 至少在三到四千万 你的意思是说 你送给清汉的姐姐 清兰的礼物 超过了这间店面的价值 有的时候 东西可以乱吃 但话不能乱说 乱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黄小龙这身穿着打扮 能随手送出几千万的生日礼物 恐怕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相信 黄小龙笑嘻嘻地看了陈子环一眼 然后不再理会他 而是一脸认真的看着书清兰 清兰 我送给你的礼物 肯定比什么店面更有价值 事实上 这是可以改变你命运和人生的礼物呢 说完 黄小龙从随山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个木屏 这是一个造型不太美观 手工制作的木屏 黄小龙拔掉平塞 从里面倒出几粒豌豆大小 墨黑色的药丸 这个药丸是我在农村老家的后山 采集天才地宝 新手炼制出来的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第二个人 会炼这种药 而这种药的价值 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来到城里 我一直带着这瓶药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卖它 今天是清兰你的生日 我就送你几颗药 黄小龙的语气 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严峻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黄小龙手中 那几粒黑布溜秋的药丸上 这是一种古药 它有什么作用呢 用现代医学方面的话来解释 就是能够让停止发育的人 再生长 可以长高 而不仅仅只是长高 而是整个身材的比例 都会随之成长 体魄也会随之变得强壮 服用过这种药之后呢 身体的尺寸会很协调 一点不会显得突兀 黄小龙滔滔不绝地解释了起来 服用第一粒 是在三个小时内 长高十厘米 继续服用第二粒 两小时内在长高八厘米 最后服用第三粒 一个小时的时间 长高为六厘米 然后再吃这种药丸 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吃再多也没用 也就是说 在六个小时之内 服用三粒古药 可以长高二十四厘米 这要是古方 采集天才地宝炼制的 所以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黄小龙看向了舒青蓝 青蓝 你现在多高 舒青蓝简直就是呆了 傻了 吃了 他刚才在吹蜡烛的时候 许下的愿望 就是能够长高 不要再当这小丑一般的侏儒 可是 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 长高 这在全世界范围内 几乎都是一个难以攻破的关头 如果是身体没有停止发育 那么 借助一些激素药物 或许可以长高那么几厘米 但是 舒青蓝早就检查过了 他的身体 已经停止发育了 生长激素早就已经不分泌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黄小龙让他产生了一种极为信任的感觉 小龙 我 我只有一米四八 此言一出 在场很多人都忍不住眼嘴偷笑了起来 一个二十岁的成年人 一米四八 确实是有些那啥了 哦 那你吃一颗药 就变成一米五八 吃两颗就是一米六六 吃三颗就是一米七二 黄小龙认真的计算了起来 一个人只能吃三颗 你是想尝到多高啊 哦 哦 哦 如果可以 我想要一米七二 舒青蓝双手和十 像是在祈祷 那好 我给你三颗药 黄小龙一脸笑意的潮书青蓝走了过去 不可能 这时 陈子环勃然大怒 吼叫了起来 你这是在愚弄我们吗 你当我们是一群小孩子吗 三颗药 几个小时之内 让人长高二十四厘米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这完全就是鬼扯 如果 这些药 真如你所描述的那样 那根本就不是凡间的药了 那是仙丹 只有仙丹才能够让人脱胎换骨 你以为 我们的智商 都是负数吗 不光是陈子环 其他人也都是哄笑了起来 黄 黄先生 请不要开这种玩笑 叔父也是摇了摇头 他亲眼见过黄小龙的各种手段 也承认黄小龙不是一般人 因此 黄小龙说 他送给青岚的礼物 比陈子环送给叔青汉的店铺药之前 叔父还是抱有一丝丝希望的 可是 这股药 太离谱了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黄先生 恕我直言 如果你真的会炼制这种药 在未来几年之后 你就是华夏首富 不不不 世界首富 叔父的语气之中 也免不了有些言余了 可这是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 你们都是些井底之蛙罢了 可不可能 不妨试试 黄小龙看向舒青岚 青岚 你相信我吗 如果你相信我 那你试试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保证 这药是真的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舒青岚 第348章 你想打他们的脸吗 关于黄小龙对于这种古药的阐述 引来了全场的哄堂大笑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玩意儿 六个小时 就能让一个猪如长高二十几厘米 扑 太上老君的仙丹吧 火了葛去 这家伙是个神棍啊 彻头彻尾的神棍 这神棍的手段 未免也太拙劣了吧 这能骗到谁 只能欺骗一些无知的山野村夫吧 若说 还相信黄小龙的 无非也就是与黄小龙相熟 并关系密切的大老婆宋宇如 舒青汉等寥寥几人了 不过 舒青岚本人 在接触到黄小龙那干净的眼眸时 心底竟也是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信任 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啊 就好像雨水洗涤过的天空 那么的一尘不染 舒青岚相信 这双眼睛的主人 一定不会说谎 一定不会欺骗自己 我 我相信你 这药 我吃 我愿意吃 舒青岚粉全紧握 泪眼朦胧地看着黄小龙 其话语之中 透出了几分坚定 这话一说出来 舒母首先立声道 青岚 你不要做死 药能乱吃 那个 黄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 你这个 你这个古药 以前找人试过药吗 也就是说 找人吃过吗 这个 没有 黄小龙摇了摇头 这种古药 采集天才地宝炼成 而且炼药的手法 也是独门秘方 因此古药是很珍贵的 至今我还舍不得给谁吃呢 再说了 我身边认识的人 大多也不需要吃这种药 比如我的大老婆 她身材比例就不错 也不需要再长高了 这 这 这药没有人吃过 也就是说 黄先生将我家青岚 当成 当成做实验的小白鼠了 舒母那原本有些客气的面部表情 亦是有些愈怒了 舒青岚再不得宠 也是她的亲生女儿啊 怎能随意让自己的女儿去吃一种从来没有人吃过的药 那成子环 也是趁机在一旁拿枪捏掉的道 呵呵呵 吹嘘的天花乱坠 却根本没有任何实践 比纸上谈兵尚且不如 万一这药 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贸然吃进肚子里去 呵呵呵 恐怕 是要吃死人的 这话一说 所有人都是面面相去 的确 这并不是唯言耸听 要这东西 可不是闹着玩的 绝对不能够随便乱吃 且不说吃死人那么夸张了 万一吃了假药 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也是很恐怖的 在场的人 非富即贵 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是格外看重的 哪个贤命长 愿意用自己的身体 去给人当小白鼠呢 哪怕就是一个侏儒 能活着也是极好的啊 总比死了强吧 死了就啥也没有了啊 现场对于黄小龙的谴责之声 越来越强烈 可可 好了 大家 大家请安静 叔父眼角于光瞟了黄小龙一眼 颇有些怪责之意 但好歹黄小龙是舒青汉的救命恩人 而且又被林家和孙家看重 他也不好看着黄小龙在这里出丑 因此主动替黄小龙解围道 黄先生他是一番好意 大家就不要责怪他了 嗯 这要 咱们就不提了 在这里呢 作为青蓝和青汉的父亲 我有一些肺腑之言 要说一说 场面渐渐安静了下来 叔父用自责与无奈的目光 看了看书青蓝 然后润了润嗓子 各位 青蓝今天 也是年满二十周岁 这孩子 从小就很懂事 可我和他母亲 却是一直对他的各方面 极为操心 直说吧 今天 趁着各位青年才俊在场 我和青蓝的母亲 也替青蓝 寻一个未婚夫 这个 这个 也没什么其他条件 只要对待青蓝一片真心 照顾他 疼爱他一辈子 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嫁妆方面 请各位放心 必然不会太寒沉了 这话一说 满场的单身男性们 都是目瞪口呆 不是吧 今天除了给叔亲和选未婚夫 还特马给这个朱如也选未婚夫 这不是搞笑吗 在场的单身男性 在滨海 都算是比较出挑的才俊了 年轻有为 事业有成 家世不俗 谁特马愿意取一个朱如为妻呢 这不是把自个儿往火坑里推吗 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一时间 几乎所有的单身男性 都是连连摇头 叔父和叔母 用那着热而期待的目光 逐一扫向众人 不经意间 目光都不约而同地 落在了陈子环的脸上 陈子环立马大声道 可可青蓝小姐 心地善良 身残 哦 不 活泼开朗 不过呢 今天 今天我是为青汉小姐而来 我 我相信 青蓝小姐 以后 以后一定会 一定会找到心满意足的如意郎君 叔父和叔母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 陈子环就赶紧跳出来撇清干系 差点连身残志间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扑 一群有眼无珠的人 黄小龙吃笑了一声 然后玩味地看着陈子环 你确定 你不会后悔 我后悔 哈哈哈哈 我会后悔 陈子环就好像听到了这个世界上 最好笑的笑话 得了吧 你别急我了 本少爷从小到大 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 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目睹了这些鄙夷与嫌弃 甚至起之如碧缕的目光 叔青蓝的心境导演没什么波动 从小到大 他遭到的白眼还少麻 早就习惯了 麻木了 唉 叔父和叔母 心中满不适滋味 看来 为叔青蓝选择未婚妻的计划 是要落空了 都说明了 什么都可以不计较 甚至还会奉上丰厚的嫁妆 可还是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盘 老公 或许 我们这个女儿 只能嫁给一些普通家庭的男人了 叔母心有不甘 这时黄小龙却是直接朝叔青蓝走了过去 青蓝 你想打这些人的脸吗 这些人拒绝你 比仪你 讽刺你 甚至有的人还把你当成残疾 你想打他们的脸吗 我 叔青蓝双手紧握 指甲都嵌入掌心之肉 刺出丝丝鲜血 打脸 他一生遭受无数的奚落 在家族中都是废人一个 他 何尝不想打脸 我 我想 我想打脸 想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 都 都 都后悔 叔青蓝流着泪咬着牙 掘着骨道 想打脸 就把这三颗药吃了 黄小龙将手中骨药 递给叔青蓝 第349章 请你马上离开 不欢迎你 叔青蓝是彻底地相信黄小龙 因此 他是连考虑都没有考虑 就从黄小龙手中 接过了三颗黑布溜秋的骨药 青蓝 你听好了 三颗药 不要一起吃 吃下第一颗 隔三个小时再吃第二颗 吃下第二颗 隔两小时再吃第三颗 你记清楚了 黄小龙严肃叮嘱道 叔青蓝用力握着黄小龙给他的三颗药 就好像是我住了一份希望 重重点头道 我记住了 这时 叔父和叔母本来就有些心灰一朗 烦躁不安 看到叔青蓝坚持从黄小龙手中拿了药 他们也是有些恼羞成怒了 好了 青蓝 你自己选择要吃这种药 后果你自己承担吧 去你自己的屋里带着 不要出来了 叔父朝叔青蓝滴好了一声 丢人现眼 老公 你 你也不要把气 都出在青蓝头上 他 他今天 也一定很难过的 叔母眼里擒着泪道 那啥 青蓝 你现在回你的房间吧 好好吃药 六个小时之后再出来 一定亮瞎所有人的狗眼 狠狠打他们的脸 黄小龙一脸亢奋激动的道 对于他自己亲手炼制的古药 他还是极为自信 甚至可以说是自负的 其实 黄小龙知道许多失传的古老药方 除了这种增高的古药之外 什么丰胸啊 壮阳啊 嫩鸡啊 增白啊 美容啊 各种神奇的古药 黄小龙也都会炼制 叔青蓝握着药 就要退去 黄小龙又对叔青汉低声道 青汉 你现在安排人去女装店 选一些新衣服 就是适合身高172左右的女性 穿的漂亮衣服 就按照标准身材买吧 尺寸不会有差异的 等惠尔青蓝就能穿了 好的 小龙 我现在就安排下人去给姐姐买衣服 叔青汉自然也是无条件相信 并支持黄小龙的 叔青蓝退场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闭门不出 对于在场的人来说 这只不过是一个花絮 甚至可以说是异常闹剧 没有人将黄小龙的话当回是二 也没有人会认为 叔青蓝会长高 有的人还性栽了祸 认为叔青蓝在吃了黄小龙的药之后 立马会去医院洗胃呢 很遗憾 陈子环用激风的目光看着黄小龙 我想 你的计谋 应该是失败了 啊 黄小龙一致 比知道青汉和青蓝姐妹两人 情深一切 因此你借机送一份生日礼物给青蓝 就是为了打感情牌 博得青汉的青睐 可是呢 你聪明反被聪明误 用假药冒充仙丹 这样一来 大家不但不会被你的行为感动 反而会看清楚你的虚伪的真面目 陈子环用看穿了一切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我懒得理你 我还有礼物要送给青汉啊 黄小龙不懈地扫了陈子环一眼 刚才送给书青蓝的礼物 已经被绝大多数认为是假药 垃圾 骗人的玩意儿 如今 所有人都好奇得很 黄小龙又会送出什么礼物 书青汉才是这次生日午宴的正主 想必 黄小龙送给书青汉的生日礼物 不会再是乱来的了吧 小龙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你送给我的礼物 我是最喜欢的 无论你送什么给我 我都是最喜欢的 书青汉 无比认真而期待地看着黄小龙 见状 陈子环眼中度火狂烧 黄小龙很是认真的道 放心吧 青汉 我不是一个吝啬的人 今天是你二十岁的生日 你是我的朋友 你又是我大老婆的闺蜜 你平时那么照顾我大老婆 我肯定送一份厚礼给你 我这份礼物啊 说实话 其价值 也不是什么金钱能够衡量的 又开始吹嘘了起来 陈子环在一旁冷潮热讽道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有什么东西 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所以你傻啊 黄小龙看了看陈子环 不嫌不淡地道 身体健康 是金钱能够衡量的吗 说着 黄小龙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张黄纸符传 清汉 这个是聚灵符 你拿好了 改天奉一个香囊 把这张聚灵符放进香囊里 然后随身携带着 我告诉你吧 这张聚灵符呢 只要你随身携带着 就会无时无刻 让你笼罩在灵气之中 你的身体 受到灵气的滋养 就会摆病不生 而且你的皮肤也会越来越好的 我这个聚灵符 比喻还养人 文言 书清汉欣喜若狂地 从黄小龙手中接过符传 两眼放光 好耶 小龙 佩戴着这个 就不会生病吗 还会让皮肤越来越好 我最近脸上都会长痘痘呢 我想 随身携带着你送给我的符 以后就不会长痘痘了吧 那肯定的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道 书清汉对那张聚灵符 更是宝爱异常 看得出来 这张符传 是他今天收到的生日礼物中 最喜欢的一件 李晨子环送给他的商铺还喜欢 可是 在场的其他人 除了宋宇如之外 都懵逼了 都傻比了 李玛 一张黄纸上面 画了一些鬼画符 就特麻吹成是宝贝 随身膝带摆病不生 大忽悠 超级大忽悠 而且 所有人送礼的人 心里都极为的不满 愤怒 无他 大家过来给书清汉庆生 在送礼环节 都是挖空心思 要讨好书清汉 也都耗费了不少金钱 奢侈品啊 宝石啊 好车啊 店铺啊 哪一件礼物不是昂贵的吓人 现在倒好 这些贵重的礼物 居然被一张皱巴巴的黄纸 给比了下去 这种事 谁心里能平衡 一时间 愤怒的声音 此起彼伏 这可是书家小姐的生日宴会啊 居然拿假药和黄纸糊弄人 这简直就是不尊重书家啊 明白着就是欺骗麻 而且 这人就算是没钱 几千块的礼物还买不起 居然拿一些完全不值钱的假东西来骗人 这分明就是看不起人啊 我这辈子 是头一回看到 有人送礼送这些狗屁玩意儿的 简直连一丁点诚意都没有 关键最气人的是 拿假东西送人不说 还能把假东西吹嘘成宝贝 就好像书家还占了他多大便宜似的 厨树 阿姨 呵呵 貌似 真是个神棍啊 陈子环在一旁幸灾乐祸的道 终于终于 初父怒了 黄小龙 黄先生 初父的声音 拔高了八度 我真想不明白了 我家清汉和清兰 并没有的罪之处 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捉弄人 当天 在我们四大家族举办的慈善晚宴上 你做过些什么 我们都是亲眼所见 你在拍卖会上 简陋了夜明珠 价值醋意 却是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就送给了崔氏集团的崔飞烟 不得不说 你是有本事的 我相信 你也是并不缺少钱财的 可今天 是清汉和清兰 二十岁的生日 清汉专程邀请你参加 足够尊重你了 而你 居然送出这么 这 这么可笑的礼物 你送给崔飞烟醋意之物 却送给我两个女儿不值一钱的废品 这样的厚词薄笔 实在让人心寒 或许 正如大家所说 你是看不起我们书家吧 既然如此 请你 马上走 马上离开这里 我们书家 不欢迎你 第三百五十张啪啪打脸 叔父这是越说越来气 简直就是义愤填膺的谴责起黄小龙来 对 这是人之常情 你送给其他女人的东西 动辄醋意 送给咱家闺女的东西 分文不值 这换谁也不高兴啊 爸 你 你少说几句吧 书清汉竭力劝阻道 可叔父仍是喋喋不休 黄小龙哑然失笑 你们 还真是不懂行啊 叶明珠 拍卖了几亿 我是把钱 全部给了飞烟 可是呢 说实话 叶明珠只有观赏价值 无论是古药 还是这张巨灵符 其价值 都要远远高过叶明珠的 黄先生 请不要巧舌如黄了 给自己留几分脸面吧 现在离开 还算是体面 等会 我若让庸人和保安赶你走 恐怕 叔父怒道 好 既然你们输家 要赶我走 我就只好走了 我这个人呢 脸皮也没那么厚 主人不喜欢我 我也不会赖着不走 黄小龙笑了笑 眼瞳略为收缩 您是叔父 一字一句地道 你确定 你不会后悔 当真要赶我走 哈哈哈哈 黄先生 你瞧不上咱们输家 我逐客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我会后悔 初父冷笑道 你多虑了 大老婆 我们走 黄小龙直接拉着宋宇如的手 小龙 宇如 你们不要走 初青汉大吉 黄小龙对着初青汉一笑道 青汉 你放心吧 这是我与你父母之间的争端 和你没关系 我和你的友谊 是不会变化 那啥 只希望你爸妈不要为今天的所作所为 感到后悔 好了 就这样 下次我请你吃饭 说完 黄小龙拉着宋宇如 便是离开了书家的别墅 那些宾客 都是用爷爷的眼神 目送黄小龙和宋宇如离开 初青汉哭的梨花带雨 青汉 不许哭 人家送你一些废品 你还拿着当宝 你这傻丫头 真是 太单纯了 以后啊 被人骗了 一定会帮招数钱的 初父板着脸呵斥道 不会 不会 小龙不会欺骗我的 你们都 你们都误会小龙了 初青汉哭泣争辩 误会 初父恼怒的直接从初青汉手中 将黄小龙送给他的福转 夺了过来 顺手交给旁边一名下人 给我扔了 扔垃圾桶里 不许扔 那是小龙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不许扔 初青汉急得大哭大叫着 就好像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给人强行夺走了 初母叹了口气 在那下人耳边叮嘱道 暂时别扔了 拿下去放在储物间里 午宴继续 今天晚上 还会有一些宾客来到 因此 这个生日宴会 将要一直持续到晚上 才会结束 初青汉一整个下午都愁眉苦脸 闷闷不乐 那陈子环 倒是长袖善武 几个小时的时间内 便是和叔父叔母 打成一片 叔父和叔母 都极为欣赏陈子环 下意识的 便是认定 这来自江南市的少爷 将会是初青汉未婚夫的不二人选 再说黄小龙和宋宇如呢 两人被叔父赶出去之后 索性就去逛街看电影了 小龙 没想到青汉的父母 居然这样 太 太那啥了 宋宇如都囊着小嘴 一脸不快 哈哈哈哈 大老婆 其实他们都是不是货 我送给青蓝和青汉的生日礼物 真的是无价之宝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道 大老婆 你相信我吗 纵宇如一脸认真地点着头 小龙 我当然相信你啦 当初 你给我用过的隐身服 穿墙服 哪一个不是无价之宝 所以 你送给青汉的福传 也一定是真的 一定是花钱买不到的 青汉的爸妈 真是一点都不是货 嗯啊 大老婆 你相信我就行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呃 小龙 你别生气啊 别往心里去 宋宇如劝道 我才不会和他们一般见识呢 黄小龙满不在乎的道 电影快开始了 大老婆 我们赶紧进去吧 夜 夜风为凉 出清汉生日的晚宴 依旧是在别墅外面 那宽敞的草坪上举行 各种彩灯亮起 下人们将大量桌椅摆放了出来 宾客们在园林中 或坐或站得聊着天 书清汉依旧是苦着一张脸 不说话 礼貌兴直地敷衍着宾客们 而书清兰 则还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谁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是怎样的状况 当然了 也没有人去关心他现在的状况 这时 有下人激动地跑了进来 对着叔父和叔母道 老爷 太太 林家的人来了 林家的林子聪少爷等人 来给清汉小姐庆生了 啊 子聪少爷来了 叔父和叔母 激动发颤 今天 叔清汉过生日 他们是邀请了四大家族的人 不过 叔清汉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因此 四大家族的人 基本上都是礼道人不道 只有林家的几位少爷 说晚上会赏脸过来喝杯酒 对叔清汉说一声生日快乐 可叔父和叔母 万万没有想到 林子聪这林家炙手可热的少爷 会亲自过来 这可是滨海四少之手啊 走 老婆 赶紧出去迎接 叔父拉着叔母的手 就朝别墅外跑去 林子聪 大江南时的少爷陈子环 一听林子聪也过来了 脸上 不眠也浮现出来了丝丝忌惮之色 对于林子聪的大名 陈子环在江南市 也是听说过的 别墅外 林子聪与几名林家第二代的人物 龙行虎步 踏入书家别墅 啊 各位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叔父一脸笑意的迎接 恩 叔伯父叔伯母 你们客气了 林子聪淡然地笑了笑 事实上 林子聪晚上过来 也是临时决定的 他和叔亲汉 并无交情 更加不屑于叔亲汉的父母 他之所以过来 无非也就是听说 今天黄小龙貌似也过来参加叔亲汉的生日宴会 林子聪是黄小龙的弟子 对于黄小龙的崇拜 那可是敬之如神的 只要黄小龙在的地方 他林子聪但凡有时间 总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拍马屁 叔父和叔母 将林子聪等人恭敬地迎入了别墅前的草坪 林家之人 过去著书亲汉生日快乐 并且送上了准备好的生日礼物 那陈子环也想结交林子聪 便是主动走过来 笑道 林嫂 我是江南市的陈子环 幸会了 不 陈家的陈子环少爷 恩 幸会 林子聪淡淡地敷衍了一句 明显就没有把陈子环放在眼里 陈子环心头暗怒 这时 林子聪目光扫视 发现老师黄小龙并不在场 他不动声色地对叔父问道 对了 听说 今天黄 黄小龙 也来参加清汉妹子的生日宴会 怎么 不见人 哎 子聪少爷 此事 提起来 真是 真是有些 有些丢人 叔父苦笑道 今天 黄先生的确是来了 不过呢 哎 算了 既然子聪少爷问了 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吧 中午 黄先生给小女清汉和清兰送礼物 结果呢 送了几颗 几颗不知所谓的古药 还有一张福传 福传 林子聪身后 乃是一名林家第二代人物 论辈分 是林子聪的亲叔叔 文言 脸色骇然 充满了嫉妒 送 送 送的什么福传 林家这些人 当初在卧龙山庄 亲眼目睹了黄小龙爵士风采 又在工地上 看到黄小龙请土地公的妖孽手段 他们早就把黄小龙当成神人 黄小龙亲手送出来的福传 那就是神物 你们这一脉 在书家 不得宠 也不知道 书清汉走了什么运 认识了小龙大师 小龙大师送出的福传 那可是千金难求啊 林家的人 都嫉妒得很 呵呵 说是什么聚灵符 就是一张黄纸 叔父不屑地摇了摇头 我让下人给扔掉了 还说什么随身携带这张福传 百病不生 延年益寿 这不是匡骗我们麻 聚灵符 李扔掉了 林家之人 一口同声地吼叫了起来 李 你把 你把小龙大师亲手送的福传 扔掉了 林家一名第二代人物 气息急促 扔 扔什么地方去了 快说 扔什么地方去了 说着 他极为激动地抓住叔父的双肩 李倒是快说 你把福传扔什么地方去了 叔母看情况不对劲人 赶紧道 没 没扔 我 我让下人放到储物间了 这福传 我 我 我买了 一零零零万 卖给我 那抓住叔父双肩的林家第二代人物 立声道 一零零零万 马上卖给我 我出二零零零万 林家又一名第二代人物 直接吼叫道 我最近身子有点不太好 这福传 让给我 我出二零零零万 老八 咱们自己兄弟 你和我争什么 先前那抓住叔父双肩的林家第二代人物 又急又怒 都不要争了 我出三千万 林子聪一脸当人不让 这福传 归我了 三千万 傻了 在场所有人 目瞪口呆 第三百五十一张书青蓝登场 一张被书付气之如碧吕的黄指福传 如今 却是遭到了林家众人的哄抢 价格猛然抬高 到了三千万 这让人感觉像是做梦般不真实 要知道 陈子环送给叔青汉的一间江南市黄金地段店铺 无非也就是三四千万的价值而已 如今 黄小龙随意地画一张符 其价值就不逊色于店铺了 换言之 黄小龙可以不断地画符 那就比印钞机还恐怖了啊 子 子聪少爷 你的意思是 那 那张具灵符 你 你出 你出三千万求够 叔父傻拉巴基地看着林子聪 林子聪非常强势 瞪了自家几位叔叔一眼 叔叔们就别争了 算是值人欠叔叔们一个人情了 几名林家的第二代人物 极为不满地低下了头 很显然 如果不是畏惧林子聪的强横霸道 他们肯定还要加价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把符传拿出来 我开一张现金支票给你 林子聪强势道 马上 马上把符传 拿过来 叔父对着下人吩咐道 他心情也有些激动 三千万 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什么小数目 这时 那陈子环却是脸色发青 极为不甘地道 呵呵呵 我知道了 双黄 这是在演双黄 我就不信了 一张黄纸上面画了些鬼画符 便能炒到数千万的价格 难不成当天下人都是傻子 对于陈子环的这等质疑 在场许多人都暗暗点头 至到此时此刻 依旧没有人 愿意相信 黄小龙送给书清汉的符传 价值三千万 料想 是林子聪与黄小龙 联手导演了这一出戏 以此来神话黄小龙那张符 陈子环少爷 已认为 我老师画的符传 不值三千万 林子聪冷漠地看向了陈子环 那桀骜逼人的眼神 让得陈子环心中发怵 哼 我陈子环自幼走南闯北 也是见过世面之人 并不是什么土包子 一张黄纸符传 纵然有些许倒立 也绝对不值这个戒 陈子环坚持地说道 哈哈哈哈 井底之蛙 我老师这等人物 可称妖孽 种种手段 近乎通神 比这种眼界的人 又岂能明白 林子聪讥讽发笑 旋即 目光扫视众人 我林子聪是什么人 想必你们也清楚 我犯得着 与人演这等拙劣的双黄麻 这话一说 众人哑然 对 身为滨海四少之首的林子聪 素来以桀骜不寻著称 目光一切 他的确没有必要 在这里惺惺作态的演戏 口说无凭 又没有人能证明那张福传 是否拥有巨灵的效果 对了 陈子环眼睛一亮 就不说那福传了 且说说你那所谓的老师 送给青岚小姐的古药 这种无稽之谈 难道你林子聪也相信 古药是怎么一回事 林子聪问道 现场 立刻就有人巴结讨好 将黄小龙送给书青岚的三颗药 其功效讲解了一遍 文言 林家几名第二代人物 脸色也有些变化了 这古药的功效 就是仙丹 他们相信黄小龙画的聚灵符 并非凡物 可是 一时间要他们相信能让一个侏儒 在几个小时之内脱胎换骨 变成一米七二模特身高的灵药 他们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哈哈哈哈 怎么 说不出话来了 无法狡辩了 哈哈哈哈 如果无法证明 古药是真的 那张巨灵符 自然也就 值得商榷了 陈子环的一洋洋 就在这时 老爷 老爷 夫人 几名下人 神色惊恐地朝这边冲了过来 他们的表情 就好像活见鬼一般 怎么回事 出父极为不满地瞪了那几名下人一眼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大惊小怪的 出父恼火得很 这里云集了太多滨海上流圈子的人物 自己家里的庸人 如此冒失 也是丢他这个主人的脸 老爷 夫人 出事了 出事了 一名年老的下人 眼珠子瞪得比牛卵子还大 但是 眼眶里面 却是有晶莹的泪珠子在滚动 貌似因为什么事情 十分感动 小姐出事了 小姐出事了 孟伯 你喝醉了吗 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 小姐好好地陪在我们身边 她能出什么事 叔母也是怒斥道 那下人孟伯 却是连连咬手 不是 不是青汉小姐 是青蓝小姐出事了 出大事了 糟糕了 陈子环故作夸张大叫起来 叔叔阿姨 一定是青蓝小姐 吃了那家伙给的所谓骨药 身体出状况了 赶紧送医院治疗吧 如果青蓝小姐 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那 陈子环做痛心疾手撞 孟伯白了陈子环一眼 咕弄道 青蓝小姐 好的不得了 你才有三长两短呢 青蓝 叔母哀嚎了一声 拉着叔父的手 赶紧去看看 都怪你 都怪你 刚才青蓝要吞药 你都不阻止 让她自生自灭 你看看 现在出问题了 虽然青蓝从小就有病 可是 她也是我们亲生的女儿 要是今天 青蓝 青蓝有什么 我跟你没完 别说了 这时候埋怨我有什么用 赶紧去看看 叔父也着急得很 一大群人 都朝出青蓝所住的房间 涌了过去 子聪 该不会是那诸如叔青蓝 吃了小龙大师的药 吃 吃 吃死了吧 林家一名第二代人物 脸色发沉 小龙大师对我们林家有恩 若真是出了这档子适儿 我们林家得出面 安抚一下叔青蓝的父母才是 这个 先不要妄下结论 我们也去瞧瞧 林子聪也跟着抢了上去 此时 叔青蓝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全身沐浴着月光 他换上了下人给他买的新衣服 他一步步地小心翼翼地走着 宛如踩在云朵里 他的心里 说不出的滋味 就好像今天是在做梦 如果这是一个美梦 我希望永远永远也不要醒来 小龙谢谢你 你你你就是我的神 叔青蓝刚刚踏入别墅的草坪区域 前面一大群人就朝这边冲来 相遇了 然后叔父叔母 叔青汉陈子环 林子聪 义干人等 通通站在原地 泥塑木雕一般 他们全部傻掉了 一个个的 都用呆滞的目光 看着月光下的叔青蓝 他们就连呼吸都屏住了 窒息了 安静 这片区域 一片安静 若真可闻 所有人都拿眼睛 死死地盯着叔青蓝 还不停地揉着眼睛 似乎是认为 自己产生了错觉 第三百五十二章 丑小鸭变天鹅 月光如水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叔青蓝一身相爱而职业套裙 在别墅区那璀璨的灯光照耀下 在充满了失忆的月光下 珍珍就好像是从龙宫中走出来的小龙女 又宛如九天之上 降临凡尘的仙女 她太美了 美得惊艳 美得令人窒息 此时此刻的叔青蓝 不再是一米四八的侏儒了 她绝对不是 她穿着一双银色的高跟鞋 其身高超过了一米八 也就是说 她不穿高跟鞋的紧身高 是有一米七出头的 当然了 这样的高度并不显得突兀 也不显得难看 因为她不仅仅是腿长了 而是整个身形都发生了变化 身材的比例非常的协调 双腿就是黄金分割线 就连那胸前的旺仔小馒头 也是变成了 额 至少是苹果般大小吧 她整个身姿既柔韧鲜细 又带有五月春光和新开花朵的青春朝气 她的五官也极美 清澈明亮的瞳孔 弯弯的柳眉 长长的睫毛微微微地颤动着 白皙无瑕的皮肤透出淡淡红粉 薄薄的双唇如玫瑰花瓣娇嫩欲滴 人面桃花香印红 一笑亲人城 再笑亲人国 所有人心头 都涌起了两个字 女神 就连林子聪和陈子环这等风月场上的交客 此时都完全的失魂落魄了 太美了 简直太美了 哦 我陈子环 这一生玩过的漂亮女人 不在少数 但但绝对没有玩过这种极数的女神啊 天啊 她明明只是一个侏儒啊 怎么会 怎么会蜕变得如丝完美 如丝的轻薄清澈 陈子环的脸色 变换不停 眼睛里面 全部都是色瘦魂语 变了 变了 姐姐变了 真的长高了 好漂亮 我在姐姐面前 真的就是个丑小鸭啊 这时舒清汉激动地冲到了舒清澈身旁 舒清澈只有一米六左右 她又没穿高跟鞋 因此 站在穿着跟鞋 超过一米八的舒清澈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但舒清汉没有丝毫的嫉妒 她反而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欣慰 她拉着姐姐的手 像一只云雀一般叫嚷道 姐姐 姐姐 你好高 以前 小的时候 有人欺负我 你总会保护我 后来 你 你身材矮小 你也说 你要保护我 不要别人欺负我 我还笑你 说你保护不了我 应该我来保护姐姐你 可现在 姐姐 我要保护我哟 你好高 舒清汉激动地 语无伦次了 舒父和舒母 也是激动哽咽 泪流满面 这时 宾客之中 也是爆发出来了此起彼伏 极为热烈的议论声 这就是舒清澈 如假包换 并没有被调包 可是 变了 丑小鸭变天鹅了 我的天 她穿着高跟鞋 比我还高一头 的确 正如那黄小龙所说 这不仅仅只是长高 而是脱胎换骨 而是蛻变 就连体魄都产生了变化 刚好六个小时 神了 原来古药是真的啊 是真药 丝 这种药 黄小龙会炼这种药 不可思议 她 她会成为世界首富的 她 她不是池中之物啊 刚才 舒 舒伯父 居然 居然把黄小龙撵走了 这时的陈子环 脸色骚然变得极为难看 她的所有质疑 不屑 对黄小龙所有的嘲讽 此时此刻 都变成了一般锋锐的刀子 戳在了她的心口 古药是真的 陈子环不可能不清楚 这种药的价值 一旦 这种药可以批量生产 那么 世界首富的位置 就是黄小龙的 这是毫无悬念的 正如黄小龙之前所说 她送给舒青汉的店铺 在那三颗古药面前 真的 就是垃圾 两者的价值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哈哈哈哈 林子聪狂笑了起来 陈子环少爷 怎么 傻了 我说过 我老师是无所不能的 现在 你亲眼看到 舒青兰小姐的变化 你还有什么好质疑的 你是不是感觉 自己的脸很疼 哈哈哈哈 林子聪 极度的自豪 而林家的其他人 则是更加坚定坚决了 要和黄小龙拉拢关系的决心 此人 绝必妖孽 老婆 疯了 这事儿传出去 绝对是疯狂的 舒父直接抓住了舒母 眼睛里面 全部都是写思 老婆 我们舒家是世代代经商 你应该也知道 这股药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造福人类的神药 对对对 你没有听错 就是造福人类 造福全世界 对于身高的重要性 我们都清楚 比如 在日常生活中 相亲 恋爱 婚嫁 参军 求职 身高会在一定程度上 左右最后的结果 身材癌小者 无不以长高为必胜宏愿 还有 我 我举个例子 我们亚洲人 相比较欧美人种来说 在身高 体重 身体素质方面 差距明显 譬如 175的身高 在我们亚洲人看来 算是比较标准的高度了 可是 若放在欧美国家 便丝毫不起眼 甚至可以说是矮小 那么 一旦这种药 大范围的推广 就能够提升我们国民的素质 让得国人 与欧美人种 缩短距离 甚至迎头赶上 譬如 搞体育的运动员 吃了这种药 那 那摘取金牌的概率 也是大大增加 军事方面呢 我们的军人 吃了这种药 单兵作战能力 都会有所提升 老婆 如果 我们与黄先生 达成一系列合作 共同批量生产这种古药 我输家 必将迎来一次辉煌的时代 真正的成为 国际大家族 初父语音发颤 老公 叔母一脸苦涩 刚才 你是亲口把黄先生 驱逐出了我们家 黄先生问你 会不会后悔 你说 你 你不会后悔 现在 你说这些 有什么用 哄 初父的脑子 猛然一炸 刚才黄小龙与他的对话 浮现在了耳边 你确定 你不会后悔 当真要赶我走 哈哈哈哈 黄先生 你瞧不上咱们输家 我逐客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我会后悔 你多虑了 另一方面 一大群单身男子 直接冲过去 江苏清兰 众星拱月般地围住了 清兰小姐 我是黄河实业的崔有名 能够和你交换一下微信号码吗 清兰小姐 我 我想约你吃顿便饭 清兰小姐 我 我从第一眼看到你 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 我喜欢你 我爱慕你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这些单身男性 几乎是恨不得跪下去向舒清兰表白求爱 舒清兰心头 涌起一种荒谬的感觉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自己的父亲 几乎是没有任何要求 还奉上嫁妆 倒贴着要把自己嫁出去 可眼前这些人 不但不接受自己 还譏讽嘲笑 开口一句诸如 闭口一句诸如 现在倒好 同样一批人 却又是恨不得跪在自己脚下 舔自己的脚趾头 陈子环直接来到了叔父和叔母身边 恭敬道 叔叔阿姨 我正式向叔清兰小姐求婚 我发誓 我会用一生来好好对待清兰小姐 爱她 呵护她 不让任何人欺辱她 啊 子环 你 你不是为了清汉而来的吗 叔母有些不高兴了 不不不 叔叔阿姨 我 我真正喜欢的女孩子 是 是清兰 我没办法说谎 我的心 告诉我 我非清兰小姐不娶 请求叔叔阿姨成全 陈子环完全的失态了 在叔清兰脱胎换骨之后 她就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战友欲 呵呵 这时 叔清兰发出了嘲笑的声音 陈子环对吧 是是 清兰小姐 我是陈子环 陈子环用灼热的目光看向了叔清兰 恨不得将其融化 你 不觉得自己很无耻吗 叔清兰不屑地笑了笑 说完 叔清兰的目光 又扫失了在场那些对他奋勇求爱的单身男子一眼 你们不觉得 你们很无耻吗 今天你们对我爱理不理 明天我让你们高攀不起 然后 他的目光 看向了天上的星月 南南道 他让我重生了 从今天开始 我的一切 都是 他的 第353章经常来的人 此时的叔清兰 不但身体发生了蜕变 整个心境都焕然一新 在他心中 对于黄小龙的感激 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 并如那火山一般 快要喷发了出来 正如黄小龙所说 三颗古药 改变了他的人生 对于眼前这些前聚后宫 虚言复识的男子 叔清兰却感觉到十足的恶心 他淡淡地看向了父母 爸妈 我有些累了 回房间休息了 说完 转身便走 留下了一大群目立原地 流着口水看着他背影的男子 叔清兰 叔清兰 我 我陈子环发誓 一定会得到你的 陈子环的目光中 甚发着豺狼一般的绿芒 与之同时 他心中也算计不停 黄小龙 他手中竟是掌握着 如丝逆天的古药秘方 这种秘方 若是被我陈家拿到 一定会扶摇直上 登陵华夏之巅 世界之巅 不行 我要回到江南市 将这个消息 告诉父亲和爷爷 让他们定夺 那黄小龙 就是一块唐僧肉 万万不能够让其他人 结族先登了 的确 许多的人 各怀心思 纷纷打起了黄小龙的主意 这时 一名下人 从储物间中 找到了叔父让扔掉的 聚灵符子聪少爷 这这一张 便是黄先生赠给清汉的聚灵符了 叔父手捧聚灵符 对着林子聪讨好发笑 有了古药这注意在前 自然 所有人都不再认为 这张符是废品了 相反 哥哥都眼红 是为珍宝 根据黄小龙所言 随身携带此符 时时刻刻被灵气滋养 百病不生 可以延长人的寿命 这不是宝贝是什么 好的 将符传交给我 我立刻给你开一张三千万的支票 林子聪拿出支票 不 旁人嫉妒 当然 嫉妒的不是书家赚到了钱 而是林子聪得到了 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宝物 不 这 这符传是小龙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不要说三千万了 就算是三亿 三十亿 三百亿 我也不卖 书清汉直接一把将具灵符夺了过去 清汉 你这 书父脸色不悦 林子聪却是致了一下 旋即一笑 好 好 清汉小姐 既然你不愿出售此符 我林子聪也不勉强 俗话说 君子不夺人所爱 林子聪是明白人 既然他的老师黄小龙 过来参加书清汉的生日宴会 并且送上福传 那说明黄小龙对书清汉 算是上了心 书清汉和书清兰 都有可能是未来的师母 我可不能把他们给得罪了 否则 随便在老师耳旁吹点枕边风 我就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哈哈 好了 清汉小姐 老师送给你的福传 你就随身携带好吧 恩 先告辞了 林子聪晚上另有安排 也不耽搁 朝叔父叔母微微点了点头 便是转身离去 林家几名第二代人物 赶紧跟上 在经过陈子环身旁的时候 林子聪脚步微微一顿 似笑非笑道 陈子环少爷 滨海不是你的地界 你还是赶紧回江南是吧 还有 一页帐幕的人 永远不会有好下场的 有些人 注定不是你能够招惹的 哼 陈子环脸色阴沉的能够挤出水来 离开书家后 一名林家第二代人物 凑到林子聪身前 子聪 小龙大师今天人虽不在场 可却是出尽风头 那 那让书清兰脱胎换骨的神药 其价值 子聪你也知道 不如 叔叔们 你们可别打我老师的 主意 林子聪眉头唯唯有皱 他这人 可是谁也不买账的 若是因此得罪了他 我们林家 恐怕不得安宁 子聪 你误会我们的意思了 那林家第二代人物 赶紧解释道 凭着子聪你和小静 与小龙大师的关系 这事儿 未尝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子聪 这是关乎家族的大事 若是小龙大师能与我林家合作 未来大有可图 不如 你邀请小龙大师出来 探探他的口风 另一名林家第二代人物 眼中也是火热一片 这 林子聪脸线为难之色 旋即 微微摇头道 我打个电话给老师 不过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 这边 黄小龙刚好和宋宇如看完电影 从电影院里出来 两人搂搂抱抱的 便是那热恋中的情侣 刚才 在电影院里 黄小龙动手动脚的 宋宇如玉剧还赢的 结果呢 宋宇如身上 几乎被黄小龙摸了个遍 小龙啊 你为什么那么坏呢 宋宇如不一的靠在黄小龙怀里 呃 大老婆 你说什么呢 什么坏不坏啊 我摸一下自己的老婆 不算耍流氓吧 黄小龙嬉皮笑脸的道 然后脑子里就寻思着 等会带宋宇如去吃个宵夜 然后就回家啪啪 一想到这茶 黄小龙就有些激动了 不过 就在这时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黄小龙拿起来一看 林子聪 这家伙找我干嘛 接听电话 老师 打扰您了 我是子聪 不知道 老师您现在有空吗 电话那边 林子聪的态度 毕恭毕敬 我啊 我没空 黄小龙干脆爽快的道 而林子聪被黄小龙给噎住了 老师 这个这个 今晚 我 我想请您出来做做 就是 我这圈子里 有一个小聚会 不关我的事啊 我只是个农村人 你的圈子 跟我没交集啊 黄小龙 理所当然的道 林子聪 极度无语 可可 老师 是这样的 今天 京城来了一些朋友 我还 我还准备介绍给老师认识的 林子聪 念如道 没兴趣 黄小龙 黄小龙一口拒绝 那 那好吧 我就不打扰老师了 林子聪 功能道 其实 京城的人 也先有踏足咱们滨海 如果这次 不是因为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他们也不会来 黄小龙本来都已经准备挂电话了 突然听到林子聪的话 不由道 你说什么高老爷子八十大寿 怎么回事啊 哦 老师 过两天就是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了 他邀请了不少京城的权贵和二代 如今 不少京城的公子哥 已然是来到了滨海 我作为东道主 自然要敬意翻地主之仪 林子聪解释道 这样啊 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过来 黄小龙改变主意了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高老爷子的喜事变成丧事 这可是个大计划 必须谋算周全 如今 林子聪说 有不少受到高老爷子邀请的京城权贵 已经陆续抵达滨海 黄小龙便是准备 过去看看情况 摸一摸底 第354张绿帽子 挂了电话 黄小龙叮嘱了宋宇如几句 又积稳一番 便是让他先回学校宿舍 全集 黄小龙按照林子聪提供的地址 将车开到了滨海近郊的一个高端会所 会所门口 林子聪早已经等候多时 一看到黄小龙的比亚迪F3 便是赶紧小跑了过来 毕恭毕敬地替黄小龙拉开了车门 老师 叨扰您的亲近了 一见面 林子聪便是告罪道 哦 你说这次高家的老头子 邀请了不少京城来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黄小龙下车 开门见山地问道 老师 这次高老爷子 阵仗极大 不但邀请了滨海上流圈子的各路人物 还连京城一些重要人物 也请到了滨海 甚至 还有海外的一些势力 出话间 林子聪不由的唯唯醋眉 老师 根据我们林家得到的情报 这次参加高老爷子八十大寿的 还有一些国际汉匪 拥兵团的人物 另外 有几名国际顶尖杀手 偷偷入境 来到了滨海 呵呵呵 有点意思 黄小龙嘻嘻一笑 看样子 高家不像是在作兽 反而像是要对付什么人 不过 又有什么人 值得高家亲近全族之力呢 说话间 林子聪神色一变 看向黄小龙 颤声道 老师 难道是你 不该问的别多问 黄小龙笑了笑 林子聪静若寒蝉 是 老师 我不再多问 他迅速刹开话题 对了 老师 今晚我去过书家 亲眼见到了书清兰 变漂亮了 黄小龙玩味一笑 美若天仙 林子聪由衷赞叹道 老师 据说 是您用三颗仙丹 哦 我知道你意思 黄小龙随意看了林子聪一眼 那种古药的炼制工序 倒不是很复杂 只是材料难寻 不可能批量生产的 哦 林子聪恍然道 我明白了 老师 来 李念请 今晚我会和一些经常来的二代碰面 您也认识认识这些人吧 当下 林子聪老马仕途的将黄小龙领进了会所内 这会所的格局和氛围 与酒吧迥然有别 并没有那种喧嚣嘈杂的重金属音乐 相反非常的幽静 步入大厅 只见吧台边上放着一张枣红色的古针 古针前坐着一个身穿白色长裙长发的女子 一双鲜鲜细手在琴弦上似行云流水 那琴声就随着双手的划过在整个大厅泥漫开来 她的背后站着一个跟她穿同样服饰的女子 双手轻轻地搭在前面这个弹琴女子肩上 声情并茂地吟唱着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唯恐穷楼玉雨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清影 呵呵呵 你们有钱人真会玩 这就是你们常说的情调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呃 老师 您见笑了 其实我不喜欢这种地方 太清淡了 只是京城来的那些家伙 附庸风雅 喜欢这吊吊 林子聪也笑了笑 两人来到一个极为豪华 宽敞 大气的包间 只见 这包间里 有着二十来人 正在低声聊天 尽数都是与林子聪年龄相仿的人 有男有女 穿着滑柜 一看就是上流社会的顶尖人物 其中有好几个人 笑着二郎腿 就好像是钦差大臣 来到了地方上巡查 傲慢得很 显然 这眼高于鼎的人 就是从京城来的二代人物了 黄小龙只是略微扫了一眼 心中便是不屑的道 也就是一群草包 我还以为高老爷子 请了什么高明的人来助阵呢 他略感失望 不过 既然都来了 全且就坐一会儿再走吧 紫聪 你来晚了 自罚三杯吧 一名尖脸少年 神态高傲地对林子聪横横道 看来 林子聪在滨海 虽然可称之为天之骄子 但是在京城的二代们看来 也就是普普通通啦 呵 行 我认罚 林子聪爽朗一笑 旋即 极为自豪地道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位 是我的老师 黄小龙大师 奇料 包间里的人 却只是随意地看了黄小龙一眼 便心不在焉地将目光转开 很显然 黄小龙这等穿着 着实太过寒酸 不被这群天骄看在眼里 甚至连敷衍一下都欠缝 呃 老师 这些家伙一向自大惯了 您不用与他们计较 来 坐一会儿 我陪老师您喝酒 林子聪小心翼翼地陪着不适 将黄小龙带到一个清静的角落坐好 这个时候 让林子聪自罚三杯的那个尖脸少年 却是幸灾乐祸的道 子聪 事情就是这么巧了 这次 高老爷子还邀请了燕家的人 燕家派过来的 是燕公子呢 嘻嘻嘻 恰好 今晚燕公子就在这个会所玩 他先前还来过这个包间呢 听说你要来 他便说 等会再过来瞧瞧 与你好好续续就 燕公子 听闻到这个名字 林子聪的瞳孔骤然收缩如争芒 整个人气息都粗重了起来 就好像 是有一座大山 直接将他镇压了 刹那间 无比复杂的情绪 在他的眼神之中 暴闪而出 愤怒 不甘 委屈 怨毒 憎恨 羞耻 忌惮 呃 林嫂 你这是咋了 黄小龙有所感硬转过头 笑嘻嘻地问道 你的心情很复杂啊 老 老师 今天抱歉了 没办法陪您聊天了 我 我 我这就送您出去 改天 改天咱们再约 林子聪脸色极为难堪 黄小龙倒是好奇了 林子聪这人 就是个桀骜狂徒 背靠着林家 呼风唤雨 黄小龙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林子聪如惊天般憋屈愤恨 欲劫难言 那个什么燕公子 是你的仇家 黄小龙笑道 这 老师 这 林子聪欲言又止 说 黄小龙言简一该 林子聪咬牙道 老师 这 这燕公子 乃是京城一个大家族的少爷 我和他 在从军时认识 素来就是互相看不顺眼 后来他 他横刀夺爱 将我的初恋女友抢夺 还 还 还将两人在床上亲热的视频 发 发给我 大肆的羞辱 就在这时 哼 包间门推开 一名风度翩翩 但却是眼放邪光的少年 龙行虎步走入 怀中 小鸟依然搬靠着一位妙龄女郎 在他身后 一字排开 足足四名身穿练功服的中年男子 这四名身穿练功服的中年男人 全身筋肉饱满 骨骼粗大 气息成熊 随随便便地站立着 便是如虎具 如龙盘 给人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他们目光锐利 随意一个眼神 就能让人紧张窒息 汗如雨下 哦 四个已经把肉身 修炼到了大圆满境界的鼓舞高手 黄小龙眼睛微微一眯 旋即 嘴角扯出一抹玩世不恭的笑意 不过 没有修炼出真气 通通都是渣渣 那怀抱美人的少年 一镜包间 林子聪的情绪 更加的激动 双拳紧握 骨节捏得卡卡爆响 显然 是在节力隐忍着 燕 燕公子 欢迎来到滨海 扑 哈哈哈哈 紫聪 好久不见了啊 燕公子笑了笑 面容之中 充满了浓浓的讽刺和戏耍 紫聪 我一直很想念你 若这次过来滨海 我还专程给你带了礼物 来 把我给紫聪准备的礼物 送给他 出话间 站在少年燕公子身后的一名保镖 嘴角扯出戏虐的笑容 走上前一步 将一个绿色的遮阳帽 递给林子聪 绿帽子 哈哈哈哈 紫聪 这顶帽子如何 是不是很配你 你看我对你多好 来 拿着 带给我看看 哈哈哈哈 绝配 这帽子和你是绝配啊 燕公子哈哈大笑起来 包间里的其他人 也是附和着狂声发笑 林子聪全身站立 一张脸 已然变成了铁青之色 怎么 我家公子亲手给你选的礼物 你还不赶紧谢恩 拿着 那保镖狠狠瞪了林子聪一眼 磅礴的压力 骤然覆盖向了林子聪 第355张 我弟子掉颗牙 我拆你全身骨 此时 那保镖 直接将手中的绿帽子 赛给了林子聪 若是林子聪不接 恐怕 他便是要采取强势手段了 保镖明显就是鼓舞强者 并已将肉身 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其实力 恐怕是要比黄小龙当初所杀的鹰爪门左右护法 要略高一丝丝 这种人 就是俗称的人形凶器 林子聪的单兵作战能力 也是不俗 但他所擅长的军中搏杀之术 在这种成了气候的鼓舞高手面前 便是显得不够看 况且林子聪最拿手的还是枪法 但他总不可能拿枪朝燕公子等人打吧 在那保镖的气息压迫之下 林子聪不堪重负 就连双膝都卡擦卡擦地抱响了起来 呵 林子聪 本公子送一顶绿帽子给你 你还不领情了 燕公子的眼神变得有些凶残 宛如豺狼一般 林子聪深吸一口气 颤抖着用手 将那顶锐帽子接了过来 黄小龙却是坐在沙发上 饶有兴致地观看着 暂时也没有说话 自始至终 他的嘴角 却是擒着一抹戏虐的笑意 戴上他 带给我看看 燕公子笑看林子聪 便如在戏耍一只猴子 燕公子 你 你为什么要逼我 林子聪发出了不甘的怒吼 他是林家的大少爷 他也有尊严 可初恋女友 被眼前这人夺走 还发了许多不堪入目的视频给他 如今 却更是要他 当着包间里所有人的面 戴上一顶代表了至极羞耻的绿帽子 这简直就是人世间最大的侮辱 为什么要逼你 燕公子漫条思理的道 好 本公子就告诉你 为什么要如此逼你 当初 在军中 本公子低调 并没有曝露出背景身份 你便是以为 本公子好欺负 本公子看上了女人 你居然截足先登 你让本公子如何不怒 后来 本公子警告你 你竟然向本公子动手 妈的 你什么身份 我验公子什么身份 的确 两人的身份 相差较为悬殊 林子聪 不过是滨海林家的少爷 勉勉强强 算是地头蛇 而燕公子 乃是京城燕家的少爷 京城 天子脚下 比运雄魂的势力 多不胜促 远远不是林家这种一方诸侯 能够去抗衡的 林子聪与燕公子结仇 的确是因为一个女人 这就是红颜祸水了 当时 林子聪年少气盛 且并没有搞清楚燕公子的底细 两人在争风吃醋的过程中 林子聪甚至动手打了燕公子一个耳光 后来 燕公子完全曝露出身份之后 林子聪差点丢了性命 是林家动用一切人脉关系 才将此事摆平 燕公子 当初 这女人 明明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的初恋女友 是你 横刀夺爱 并不是我林子聪搞事 去抢你的女人 林子聪怒声争辩 脸上 全部都是屈辱与自嘲 这不 他已经是你的人了 林子聪 你这个人 还是太倔强了 你明知道 有些人是你的罪不起了 可你偏偏不服软 哎 燕公子怀中的妙龄女郎 用那怜悯的目光 看着林子聪 幸亏 当初我眼睛血亮 选择了燕公子 要是选你 我今天哪有这种风光日子过 哥哥哥哥 这女人 背叛了林子聪 却还不依不饶 帮着燕公子 当面羞辱林子聪 说出了这等珠心之言 林子聪的心 在滴血 林子聪 你听着 现在我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 戴上这顶绿帽子 燕公子脸上 雾满了兄弟之色 我不会戴的 你杀了我 我也不会戴的 林子聪咬牙切齿的道 放肆 竟敢顶撞我家公子 谁给你的胆子 将绿帽子交给林子聪的保镖 骚然抬起手 直接一巴掌抽在林子聪脸上 啪 这一巴掌 力量巨大 速度快到了不可思议 完全就是鼓舞高手权力的一级 林子聪的反应 已是极快 但只是稍微偏了一下头 却还是没有躲开 林子聪被抽得侧飞了出去 凌空吐出一颗门牙 他极为硬气 在摔倒之后 强行忍住痛楚 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 瞪着眼睛 目视燕公子 算了 子聪 你还是服软吧 这帽子 戴一戴 也不会影响什么 不要惹火了燕公子 到时候 咱们可就不了你 包间里 许多人都规劝林子聪 听着 本公子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林子聪 你现在给本公子跪下 然后磕头 自己把绿帽子戴了 那么 当年你触犯本公子威严的事 就一笔勾销 你若不肯 也行 那就别怪我打压你林氏一族了 燕公子的声音 强势霸道 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羞辱你 要怪 就怪你太弱了 你自己弱 你林家也弱 我燕家比你林家强 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理常这么大 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跪下 磕头 戴绿帽子 这次 燕公子之所以应高老爷子的邀请 来滨海为他喝寿 其实倒不完全是给高老爷子面子 燕公子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过来亲自羞辱当年的仇人林子聪 林子聪心神俱正 他不怕燕公子羞辱他 甚至杀了他 他也不怕 但是 他不能因为自己个人的原因 连累到整个林家 可以说 林子聪是投鼠忌器了 燕公子拿捏住了他的命脉 也的确 以燕家的背景和势力 要打压一个滨海林家 绰绰有余 哈哈哈哈 林子聪自嘲狂笑 哈哈哈哈 我跪 我跪 这绿帽子 我戴 哈哈哈哈 弱肉强食 好一个弱肉强食 说完 林子聪一咬牙 直接跪下 可是 正在他要跪倒的时候 一股无形有直的力量 却是直接摁住了他的膝盖 让得他无法下跪 老师 林子聪回头看向黄小龙 既然你一直叫我老师 我就做一些老师应该做的分类知识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还是别跪了 说着 黄小龙站了起来 笑嘻嘻地看着 那的打林子聪耳光的人 你也听到了 他叫我老师 恩 你刚才打掉了他的一颗牙齿 妈的 哪里来的臭小子 给我滚开 打掉他牙齿 我没宰了他 就是莫大的恩德了 那保镖猙獰发笑 噗 其实我刚才没有出手 就是故意让你打他 黄小龙扑齿一笑 因为 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打你吧 只有你得罪了我 我才能出手啊 现在 你的罪我了 所以 我出手就有理由了啊 我的弟子掉一颗牙 我特麻就拆你全身骨 话音刚落 包肩内风起 黄小龙动了 第356章不符就是干 进风撕裂 黄小龙已然是抢到了那名保镖的身前 然后 轻轻一掌拍出 这一掌 软如棉絮 轻飘飘的 竟像是没有丝毫力道 这一掌 如春风一般 抚在了那保镖的左肩之上 甚至于 那保镖在这一刹那 真的产生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可是 轰 下一秒 可怕如山洪爆发的力量 从黄小龙的掌心 吞吐而出 这一股力量 是那么的狂暴 那么的无情 仿若一头念龙 横冲直撞 轰入了保镖的体内 翠枯拉朽 黄小龙退回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恐怖的骨碎声响起 大保镖全身上下 骨骼爆碎 人就好像一滩烂泥 迅速地滑落在了地上 竟连横都没横一声 便昏厥了过去 惊骇 整个包间 所有的人 包括林子聪在内 都处于一种惊骇欲死的状态中 黄小龙说打就打 绝不容情 堪称冷酷 而且 这一招 没有丝毫的托尼带水 硬生生将那保镖全身 骨骼打爆了 然后 黄小龙坐回了刚才所坐的位置 一脸淡然 还在笑着 就好像 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杀伐之果爵 心性之冷漠 简直让人心寒 原本 原本黄小龙行事 并非如此霸道 自从与高家交手 猝此杀戮 让得他内心的阴暗面 也是渐渐地被释放了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 嘿嘿 我说过 你们打掉我弟子一颗牙 我就要拆他全身骨 我这个人说话 一向算数 当然了 我仅仅只是把他全身骨骼打碎了 并没有伤及内脏和经脉 所以他还能活 以后就在轮椅上度过吧 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了 黄小龙笑嘻嘻地说道 老师 林子聪激动发产 他也没想到 黄小龙会替他出头 毕竟 京城燕家的势力 太过庞大 黄小龙其实没必要为了他 去树立强敌的 心念即死 林子聪很是自责 老师 抱歉了 因为我 让您惹上麻烦了 哈哈哈哈 麻烦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麻烦 好了 你不用担心我了 记住 从今以后 做一个快意恩仇之人 你如果想要有一番成就 就不能憋屈隐忍 有仇就要报 人生苦短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黄小龙满不在乎的道 林子聪咀嚼着黄小龙的话 脸上若有所思 而燕公子这边 却是怒了 怒火冲天 狗腿子 竟敢废我 燕家仆人 死 本公子要你死 燕公子木刺欲裂 整个人简直就是愤怒到了极致 快要爆炸 他乃是经常的公子哥 御尊将棍 来到滨海 本以为可以横推一切 想踩谁就踩谁 想羞辱谁就羞辱谁 可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贴身保镖 却是被人一个照面 就直接废掉了 上 给我抓住他 本公子要亲手把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敲碎 燕公子癫狂废叫了起来 剩下还有三名保镖 这时也是又怒又惊 怒的是自己的同伴被废掉了 惊的是 眼前这个少年 看起来绝不起眼 但却是秒杀同伴 要知道那同伴可是肉身圆满的鼓舞高手 寻常十几个特种兵联手 都会被他一一杀死 看来 这少年的实力 深不可测 但圣怒之下 燕公子又在旁发号施令 这三名保镖 自然也不甘示弱 当下 便是从三个方位 包围了上来 朝黄小龙大力猛扑 这气势 就好像是三头巨熊 碾压向了黄小龙 这样的薄杀 林子聪已然是没有丝毫插手的余地 他只能在旁惊叫道 老师 小心 扑 不知道有什么好小心的 黄小龙戏跃一笑 旋即 身形连连闪烁 人如浮光掠影 轰 轰 轰 三声问响 如钟拜格 那三名保镖 就好像三个喝醉酒的人 东倒西歪 下一秒 通通烂泥斑蝶坐在地 全身骨骼 尽数暴碎 再看黄小龙 依旧是回到了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坐好 电光火石之间 那燕公子带来的四名贴身保镖 竟是通通被废掉了 燕公子搂着怀中妙邻女郎 尼素木雕一般站着 那高傲的眼神之中 终于浮现出来一抹金句之色 怎么 李就只带了四个保镖过来 黄小龙有些失望地看着燕公子 李是经常来的少爷 权贵子弟 只带四名保镖出行 安全方面 恐怕得不到保障啊 你 你 你这是在威胁我 燕公子一咬牙 脸上阴云密布 眼中渗出一丝丝阴毒的表情 这家伙太厉害了 不知道林子聪从哪儿找来这种强硬靠山 不过没有用 再厉害 也要被燕家碾压 据说 燕家是真正的古武家族 族内高手云集 燕公子虽然没有修炼过古武 但家族中不乏锋芒碧落的年轻一代 惹祸了 这次 林子聪是惹大祸了 林家恐怕保不住他 包间里 其他的人 都窃窃私意起来 这些人并不否认黄小龙的无勇 但他们同样相信 仅仅凭借一个人 是很难同燕家这种狂然大物抗衡的 你们 太刮躁了 知道吗 黄小龙用眼神扫了一下包间里的人 每一个人 在接触到黄小龙眼神的时候 都好像是被西伯利亚寒风吹在脸上 顿时也不敢再说半句话了 哈哈 燕公子干笑了一下 他看了看黄小龙的穿着打扮 顿时咧嘴一笑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黄小龙吃笑道 林子聪称你为老师 我想 你应该是林家重金聘请 指导和保护林子聪的人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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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手非常不错 燕公子脸上的笑容 十分的欢畅 不得不说 本公子有点欣赏你了 林家给你多少钱 好了 现在 本公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本公子愿意花三倍的价钱 挖角 把你从林家挖过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本公子的贴身侍卫 哈哈 你听清楚了 是高于林家三倍的价钱 你还犹豫什么 现在 你帮我把林子聪的双手双脚打断 燕公子老神在在的发号施令起来 燕公子一看黄小龙的装束打扮 就不是上流社会的人 想必就是林家聘请的一位高手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燕公子相信 只要自己舍得花钱 就一定能够成功挖角 那四个保镖 废了也就废了 能够换到一个厉害几倍不止的贴身侍卫 说起来也是葛转刺 额 黄小龙蒙逼了 几秒钟之后 黄小龙摇了摇头 林嫂 这人给你戴了绿帽子 还当面羞辱你 现在 你过去抽他的嘴巴 那啥 他说话挺讨人厌的 替我多抽几个 老师 林子聪眼中金光暴闪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快一恩仇 这世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不服就是干 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道理 黄小龙怂恿到 林子聪心头发狠 直接朝燕公子走了过去 李千里迢迢跑到滨海 给我戴绿帽子 我岂能不回李 妈的 林子聪 李特麻作死 李敢打我 我倒要看看 你敢不敢 妈的 燕公子今后退 但眼神中却满是不屑 随便打 出了视耳 我兜着 黄小龙玩味地看着燕公子 第357章少女宗师 林子聪本来就看不起燕公子 此人就是个二世祖 而且属于极为脑残的二世祖 自身并没有什么本事 当初从军 燕公子无非也就是为了杜金 不像林子聪这种 在战场上针刀针枪过来的 他无非就是出生好罢了 被这种人戴绿帽子 羞辱 林子聪本来就是不服的 况且 燕公子带过来的四个保镖 都已经废了 这让林子聪的压力 荡然无存 更重要的是 林子聪有黄小龙在撑腰 所以 他也就是恶像胆边生了 我不敢打你 林子聪脸上 也有了一些宁笑 这里是滨海 你到滨海来给我戴绿帽子 我还不敢打你了 妈的 别过来 站住 林子聪那如野兽般愤怒的眼神 终于让燕公子产生了一丝惧怕之意 他也相信 林子聪这回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感动自己 堂妹 你 你还不快来救我 堂妹 文言 黄小龙一致 下一秒 够了 一把清淡的女子嗓音 从包间外转来 哈哈哈哈 今天 我堂妹在 你 还有你 都要死 谁也救不了你们 燕公子爆发出劫后余生般的的一笑容 能笑到最后的人 依旧是本公子 哈哈哈哈 包间门开 似乎并不是被推开的 而是被一阵风给吹开的 然后 一个身材曼妙的少女 便是嫌停性步搬走进了包间 她的年龄 大概与黄小龙的大老婆送语如相若 微风凛凛 极为漂亮 脸淡精致 身材高挑曼妙 如羊之美玉般的肌肤 盈盈声光 尤其是那双眼睛 清澈如水 勾人魂魄 一袭简简单单的白色连衣裙 风姿如鲜 她的出现 让包间里的人 都不由地产生了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当然 这并不包括黄小龙 认真来说 这少女的气质 与孙伟有些相似 也是属于那种看似柔弱娇美 但骨子里却英姿飒爽的类型 黄小龙眼睛微微眯 嘴角 勾勒出来了一抹惊奇的笑容 喃喃道 这个妞 有意思 在黄小龙看来 这少女的体内 有着几股旋风般的气流 在自行地运转着 这是真气 她已经凝练出真气了 古武与玄学一样 是泱泱华夏存在了数千年的文化瑰宝 黄小龙在滨海见识了几个道士 还有感诗人 说明 玄学一脉 虽然是为 但并没有灭绝 古武武是同样的道理 冷兵器时代结束之后 古武开始衰退 但并不代表 古武就灭绝了 譬如 滨海的孙家 就属于一个古武家族 只不过是不入流的档次罢了 燕公子那四个贴身保镖 是鼓舞高手 眼前这个少女 更加是 当今社会 对于鼓舞层次的划分 比较笼统 大约就是修炼出真气 和没有修炼出真气的区别 但凡修炼出真气的舞者 就被称为宗师 眼前这个少女 就是一位古武宗师 如假包换的古武宗师 宗师有别于一般的舞者 因为体内凝炼出真气 便能够隔山打牛 真气里体伤人 摘叶飞花杀人 脚踏拨面 甚至在体表形成一层真气防御罩 不惧一般的火气轰击 就连一般的鬼邪 都不敢进舞到宗师的身 在常人看来 宗师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 这少女年龄不大 便已晋升宗师 燕家的家学渊源 可见一般 当然 也说明她是一个武学天才 堂妹 堂妹 你看 你看看 这家伙把咱们燕家的仆人都废掉了 这简直就是在羞辱我们燕家啊 你一定要弄死他们 让他们死 燕公子一脸巴结讨好的冲到了少女的身旁 站一边去 丢人现眼 你明天回京城吧 不要继续留在滨海丢我们燕家的脸了 不学无术 少女厌恶地瞪了燕公子一眼 然后 目光看向了黄小龙 人 是你废的 是你们燕家欺人太甚 林子聪抢白道 他也看出 眼前这个少女 十分厉害 在燕家的地位 明显比燕公子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件事 是因林子聪而起 林子聪也是下定决心被锅 不让黄小龙牵连进去 林子聪不敢想象 黄小龙去对抗整个燕家 会是怎样恐怖的后果 你滚开 本小姐没有问你 少女一个眼神扫向林子聪 这眼神 居然产生了近乎目击的效果 直接将林子聪震退几步 心胆俱寒 呵呵呵 人是我废的 黄小龙玩味地笑了笑 并用奇怪的眼神 打亮着少女 就好像 是在欣赏一个玩具 嗯 这是我来城里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舞蹈宗师 和好好玩玩 细细 和一般的人玩 一点乐趣都没有 和舞蹈宗师玩耍 才够味道呢 可以说 黄小龙真的是玩新大起了 当今古舞界 将修炼出来真气的舞者 统一称之为宗师 可同为宗师 也有高下之别 如何判断宗师之间的强弱悬殊 很简单 看看谁体内凝聚出来的真气数量更多 谁就强 在黄小龙看来 这少女体内 一共凝联出来了六道真气 这是个什么概念 六道真气 可以让他避寒取暖 不怕虫舌 细细逼退黄衣厉鬼 隔空十步左右伤人 用小口径手枪射击 几枪之内是打不死他的 不过什么摘掖伤人 百步神拳 踏雪无痕 这些境界 他体内的六道真气 就无法办到了 即便如此 在常人眼中看来 他已经可以算是超人了 我看你也是鼓舞强者 可以将真气 附着在手掌之上 打入对手体内 进行催枯拉朽的破坏 少女用平淡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不过呢 你今天做错了事 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哼 我做错什么事了 黄小龙哑然失笑 虽然我堂哥不学无术 字意妄为 可也不是随随便便的 阿猫阿狗 可以教训的 少女眼角余光 扫了一下四个昏厥在地 烂泥一般的保镖 我厌家的仆人 也不是你能够废的 你听清楚 少女脸上 泛出一缕笑意 不过这抹笑之中 却是有着难以描述的巨傲 我看你实力已经不俗 如果你能够投入我燕家 做一个仆人 那么今天的事情 可以既往不救 而且我有空闲的时候 还可以亲自指点你几招 不是堂妹 你怎么能如此心慈手软 你要废了他啊 燕公子在一旁嚷叫道 闭嘴 少女娇翅一声 明天早上 第一班飞机 回京城 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不用你去参加了 我会代表燕家贺寿 燕公子唯唯诺诺 不敢争辩 你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指导我修炼 黄小龙眼睛瞪大 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谈 是的 少女点了点头 是不是感到很荣幸 机会稍纵即逝 你要好好把握 噗 我荣幸你妹 黄小龙终于憋不住 大笑了起来 这样吧 不如你跟在我身边 做一个端茶地水暖床 事情的丫鬟 我心情好 就指点你几招 还有 这个什么燕公子 明天就回京城了吗 林嫂 你抓紧时间 今晚好好抽她一顿再说 要不然 得跑到京城去抽了 你再说什么 少女默默而逝 你再说一遍 不但脑子有毛病 耳朵还有毛病 好 我最后说一遍 你跟在我身边 做一个端茶地水暖床 事情的丫鬟吧 我心情好 就指点你几招 是不是感到很荣幸 机会稍纵即逝 你要好好把握 第358章直接打哭 可以说 黄小龙如此轻挑的言语 是彻彻底底将少女惊悟了 她那精致的面庞之上 泛出了丝丝的冷意 看向黄小龙的目光之中 似乎是隐藏着滔天之恨 在古武的世界 自古以来 便是有着宗师不可入的说法 武道宗师 已经是超脱了世俗 凌驾于全世的存在 怎能忍受羞辱 一旁的燕公子 却是节节节的笑了起来 脸上尽数都是幸灾乐祸的表情 死定了 你们死定了 我堂妹发火了 节节节 我堂妹一发火 你们必死无疑 燕公子并不清楚 自己的堂妹 这一位武道奇才 究竟厉害到了什么程度 但她知道 堂妹是武道宗师 她曾经在非洲某小国的政变中 是守空拳及杀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反叛军山地特种中队 她曾经在我国边陲之地 以一己之力 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基地 她曾经在棒子国 摆下雷台 单手调打棒子国 十七位跆拳道大师 只是堂妹虽然高傲 但素来脾气还算好的 一般不会赶尽杀绝 今天 被当面羞辱 对方竟是要她当一个端茶地水暖床事情的贴身丫鬟 这让她如何不怒 如何不起杀心 还真是不知者无畏 罢了 今天 本小姐就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鼓舞 少女眼中杀鸡一闪而逝 身形一动 已经闪到了黄小龙身前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十步之内 我杀你如杀鸡 跪下吧 少女右掌直直披向黄小龙左肩 这一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花哨 是刀劈划山直来直去的路子 但是在黄小龙眼中看来 她的仙仙手掌之上 却是附着了足足六道蟒蛇一般的气径 不断地呼啸螺旋扫荡 其力量 足以分金断铁 而且 这六道气径 还随时可以离体攻击 厉害非常 呵 好玩 黄小龙瞳孔收缩如针芒 少女的攻击 在她的眼中 直接变成了慢动作 这一掌的攻击轨迹 她体内真气调动的路线 甚至于这一掌的十二处破绽 都一一地呈现在了黄小龙的脑海之中 呵呵呵 真气运用太过分散了 不够凝聚 破绽达到了十二处之多 遇到想杀你的高手 一招就能取你性命 黄小龙嬉嬉一笑 不紧不慢地 也伸出自己的右手 而黄小龙的手掌 轻轻拍出 那方位 赫然便是少女这一掌 十二个破绽中的一个 结果呢 少女这一掌 没有击中黄小龙 而黄小龙后发先制 手掌却是轻轻地在少女那吹弹可破的左脸上 额 摸了一下 轰 包间里所有人的脑袋都爆炸了 尼玛 少女雷霆出手 气势压人 居然没有击中黄小龙 自己的漂亮脸蛋人 却是反被黄小龙摸了一下 一个女人 被一个男人摸脸蛋人 这这是什么概念 除非了相爱的人 否则 这就是耍流氓 就是调戏 我的天 这 这女的是艳家的高手 却却被老师声声调戏了 林子聪对黄小龙的膜拜 完全已经是五体投地了 老师太厉害了 啊 好像啊 喂 你的脸很嫩啊 黄小龙嘻嘻发笑 摸着真是好舒服 果然啊 修炼出来了真气的人 皮肤都好好哟 就和牛奶一样 对了 你现在可以感谢我了 刚才我只是摸了一下你的脸蛋儿 没有下重手 如果我刚才心狠手辣一些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或或或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再是事 但我不保证 会一直怜香惜玉的 少女傻了 她被一个陌生男人 当众摸脸 不但被摸了 海特麻要感谢她 这是什么道理 她一生的高傲 自负 瞬间被践踏的一文不值 她浑然忘却了黄小龙刚才的手段 胸翼之间 完全被愤怒和杀鸡填满 我要杀了你 本小姐要杀了你 少女一甩手 六道真气如无形的暗器一般 朝黄小龙隔空轰来 空气波动 飓风扑面 这六道真气的力量 已经不输给小口径手枪的威力了 不过 黄小龙又是慵懒地摇了摇头 都说过了 你的真气太分散了 如果僵促到真气 您为一股 杀伤力恐怕会倍增 现在 滑而不实 黄小龙身形一动 直接闪开凌空展来的六道真气 并与少女擦身而过 反手一啪 啪 一声轻响 少女的臀 已然是被黄小龙给打中了 一招得手 黄小龙头也不回地退到了刚才站立的位置 哈哈哈哈 很软啊 啊 我一定 我一定要你死 少女脸蛋人通红 气得都快要爆炸开来了 作为一个女人 那个地方被陌生的男人拍打 这简直就是毕生难以洗刷的耻辱啊 下一秒 少女便身为愤怒的词报 朝黄小龙发起雷霆击弓 她的每一招 都是以命搏命的杀招 她是完全豁出去了 但无论她怎么攻击 黄小龙都能够轻描淡写地躲了开去 然后一下又一下地拍打她那羞人之处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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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包间里传来一声声脆响 猝拾下之后 少女只觉得自己囤储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 已然是被打肿了 而她也终于意识到 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少年 其真正的实力绝对是深不可测 她乃舞蹈宗师 却是如一个玩具一般 被自意地戏耍 对方举重若轻 行若无事 可想而知 对方是多么的可怕 少女停下了攻击 还要来麻 黄小龙也是气定神贤的战好 你已经被我打了促十下之多 我说过了 我要杀你 你已经死了几十次了 礼服不服 不要说我调戏你 嘿 我比你强 就算是调戏你 那又如何 我比你强 就算是调戏你 那又如何 黄小龙手段通天 不受道德理法和繁文入节约束 行事随心所欲 此刻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而嘲笑道 怎么 你刚才不是狠装兵马 你还说要我跟着你 指点我几招 嘿嘿嘿 你倒是指点我啊 此时此刻 少女心头又惊又怒又羞又气 又使绝望 对方如此之强 让她蒙受了毕生最大的耻辱 偏偏确实无力反抗 况且 人家说的没有错 如果是真正的生死搏杀 她早就死了几十次了 想到这一劫 少女心头一片冰寒 宛如去鬼门关走了一趟 而当才 她的确语太高傲 说要指点黄小龙 现在想来 真是活生生打脸啊 各种情绪冲击之下 少女竟然哇 的一声 大哭了起来 好嘛 一个舞蹈宗师 被黄小龙玩哭了 那燕公子在旁边 身体一阵阵地发寒 怪是了唐妹 唐妹也会 也会败吗 怎么 怎么可能 唐妹是宗师啊 这小子 难道他 他也是 第三百五十九章百步之内 杀你如杀鸡 这来自燕家的天骄神女 舞蹈宗师 此时 确实硬生生被黄小龙玩坏了 破天荒的嚎啕大哭了起来 这情状 就和一个普通的女孩 受到巨大委屈 没什么两样 对比他刚进包间时的强势与冷酷 这份反差 着实让人目瞪口呆 喂 不要哭啦 你再哭 你的舞蹈之心就要被磨灭掉啦 黄小龙看似善意地提醒道 可他的双眸之中 却是闪烁出来妖异的光芒 听到黄小龙在与自己说话 少女几乎是本能地抬起肋眼 看向黄小龙 可是 这一看 这眼神一接触 哄 黄小龙的瞳孔之中 竟然仿若出现了一道道诡异的漩涡 这漩涡 带着一种可怕的犀利 要将人的灵魂都吸进去一般 少女只觉得自己全身皮发软绵 眼皮子如同灌迁了一般 急欲睡去 她迷失了 她在黄小龙的眼神之中迷失了 迷迷糊糊的 就听到耳边 传来一把极为缥缈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啊 这声音 带着邪恶的魅惑 让得少女丝毫没有提防 她喃喃的道 我叫燕翩翩 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啊 少女燕翩翩文言 脸淡人羞红 眼神迷离 还没有过男朋友 刚才那人比你强 还饶了你几十次性命 你干脆就跟随她 做她身边的一个丫鬟 为她端茶地水暖床 事情 岂不美哉 我 燕翩翩那迷离的眼神之中 出现了一些挣扎之意 脸容略显扭曲 那缥缈的声音 却是柔声劝道 你能做她的丫鬟 是你前辈子敲烂了几十个目鱼 翻破了几十本经书 才修来的福气呢 机会稍纵即逝 你要把握住 燕翩翩越来越疲倦 只想快点结束这问答 好找个地方 舒舒服服地睡觉 她眼中的挣扎抗拒 终于削米 点了点头 喃喃道 好好啊 我就答应她 做她身边的一个小丫鬟 为她端茶 为她滴水 暖床 何事情 哈哈哈哈 你这可是亲口答应了 你是鼓舞宗师 一摸千斤 不要反悔才好 一把有些猥琐的笑声 将燕翩翩从近乎梦魇的状态中 拉了回来 她那迷离的眼神 重新恢复了神采 而刚才 她与黄小龙的问答 却是历历在目 你 你 李无耻 燕翩翩惊悚欲绝 刚才黄小龙趁着她急怒攻心 心灰意冷 意志力薄弱的机会 趁虚而入 竟然将她给催眠了 但怒归怒 黄小龙这种手段 还是让她惊骇欲死 全身一阵阵的发凉 包间里的人 更是傻比了 他们可不知道什么催眠 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听到 燕翩翩亲口把自己的姓名 感情经历 都一五一时的说了出来 而且还亲口答应 要做黄小龙的贴身丫鬟 唐妹 你 你 你怎么能这样 燕公子哭丧着脸 你可是咱们燕家年轻一代的公主啊 你怎么能答应 去给一个狗一般的人 当丫鬟呢 林嫂 你还不动手 抽她啊 黄小龙笑嘻嘻地朝林子聪 努了努嘴 这时候 林子聪更加不会再忌惮什么了 她知道自己这个靠山 简直就是稳稳当当屹立不倒的 燕公子 我这就来感谢你给我戴的绿帽子 嘿嘿嘿 林子聪直接朝燕公子走了过去 唐妹 唐妹 你赶紧救我 救我啊 燕公子眼泪鼻涕一起流 燕翩翩翩却是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 呆呆的傻傻的 啪 林子聪一个耳光狠狠善在燕公子脸上 一颗门牙直接给打掉了 啪 又是一个耳光 别打了 别打了 妈的 这 这女人 老子不要了 老子还给你还不行 燕公子终于是求饶了 她也不是傻的 在她心中 神奇一般的唐妹 都被人玩坏了 她又能怎样 啪 第三个耳光 林子聪狠狠地抽着燕公子的耳光 心里可解气了 这么多年 心头的郁闷和屈辱 尽数驱散 心境变得如日照晴空 那背叛了林子聪的女人 在旁边色索着 用恐惧的目光 看着林子聪 不经意间 她又看了看黄小龙 心头五味杂陈 不知道林子聪从哪里找来的靠山 居然 居然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不得不说 那女人 此时确是产生了一丝丝悔恨之意 狠狠打了燕公子三个巴掌之后 林子聪的气也消了 燕公子 你我之间的恩怨 就此一笔勾销 你如果不服 尽管来找我林子聪吧 说完 林子聪看也没看 那个背叛她的女人一眼 退回到了黄小龙身前 低声道 老师 您说得对 快意恩仇 真的非常非常的爽 爽透了 这时 燕翩翩翩的脸色 殷勤不定 他深深的看了黄小龙一眼 有仇怨 有愤恨 有杀鸡 但也有羞难和惧怕 背齿一咬 今天的事 谁也不许说出去 否则 我燕翩翩与她势不两立 说完 燕翩翩转身就急匆匆地逃出包间 黄小龙没有出手阻拦她 倒是让她心头长长松了口气 燕公子不敢逗留 直接拉着她的女人 会溜溜地跟了出去 燕翩翩梅在会所里逗逗留 静止走出会所 快步行走在花园之中 咬牙切齿地咕弄道 臭小子 今日之入 我燕翩翩必将百倍奉还 就在这时 砰 燕翩翩身旁的一个花盆 竟然直接被一股无形的空气波动震爆 碎了一地 燕翩翩一击灵 袭击感应之下 抬头一看 只见 在那个包间的位置 黄小龙从窗口探出头来 月光下 那干净的脸上 却是充满了笑容 别在背后乱说话 否则 百步之内 我杀你如杀鸡 你 你 咽翩翩翩翩翩起的咬牙堕足 但实在不敢再骂黄小龙一句了 低下头 加快脚步离开 走着走着 忽然觉得悲从中来 哇的一声 又是哭了出来 包间内 零少 一点都不好玩 我还是回家算了 黄小龙打了个哈欠 我想睡觉了 林子聪笔直站着 忽然 双膝一软 直接朝黄小龙跪了下去 老师 今晚 今晚多谢您 让我免受耻辱 并找回了逝去的尊严 从今以后 我林子聪愿为老师粉身碎骨 干脑涂地 书画间 林子聪的声音 却也是有些哽咽 我说过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 叫你不要随便下跪 黄小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既然你一直叫我老师 那你以后出去被人欺辱了 还特麻连累我丢脸 而且今天你又朝我下跪 得了 我这个人 不喜欢占便宜 给你一点点好处吧 说完 黄小龙随手一挥 一道气流骤然成形 流光一般打入了 林子聪的丹田之中 第360章今晚一定会很精彩 林子聪只觉得一股气流 钻入了自己体内 热乎乎的 就好像是一条虫 在自己的四肢摆还游走 全身说不出的舒服 犹如浸泡温泉一般 很快 这一股热流 便是回归丹田 盘旋一圈 又沿着各处穴位和经脉运行 每运行一圈 林子聪就感觉精力充沛一分 全身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对此 林子聪心中有一丝猜测 但不敢肯定 他跪着 全身颤抖 惊心动魄地问道 老师 这 这 这是 回去找一张人体经脉穴位图 用意念控制体内的热流 从丹田出发 游走一个大周天 北天晚上睡觉前做一次功课 好了 我回家了 黄小龙又打了个哈欠 转身离开包间 林子聪目送着黄小龙离去 旋即对着黄小龙的背影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黄小龙开着车回到自己的别墅 洗完澡 躺在床上 然后找来笔合纸 将孙家的祖传孙并权 缺失的招数 每一招的破绽 通通画好 拍了照片 给孙伟发了一大波微信消息过去 完事人之后 黄小龙伸了个懒腰 哦 过两天 就是高家老头子的八十大瘦了 到时候空前盛况 我真的好期待耶 据说高老爷子请了好多人来对付我 我特麻不当场送个花圈给他 真是对不起他为我耗费的精力与财力了 第二天 高家别墅群 许多的兵棚好友 已然是提前入住 高家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的庞系之脉成员 也已经尽数地回到了祖屋 此时 高天祥 厉鬼附身的指人 手握着一个单反相机 正在为兵棚好友们拍照 爷爷 您和四舅拍一张合影吧 来 站好 哈哈 好了 舅妈 您也拍一张吧 八爷爷 您和爷爷来一张合影 高老爷子春风满面的合众 亲朋合影 老爷子 天祥这孩子 还真是孝顺啊 哈哈哈哈 天祥是我最疼爱的孙子 从小就是这么孝顺 这么乖巧听话的高老爷子一脸欣慰 溺爱地看着远处的高天祥 赫然 高天祥眼中 却是泛出一抹浓浓的怨毒之色 并有些一些幸悦 呵呵呵 还有几天 只剩下几天了 滨海高家的覆灭 已经倒计时了 节节节 得罪谁不好 偏偏得罪大人 大人要你们三更死 绝对不会留你们到五更 当天下午 黄小龙的微信上 除了收到孙维农情蜜意的肉麻情话 还有高天祥发过来的各种照片 过 高家满门都差不多到齐了麻 黄小龙一般看着照片 一边跑到地下室 开始工作起来 而 扎纸人 黄小龙开始不停地扎纸人 纸人的原型 便是那些照片上所是 高家的人 包括高老爷子 几天后 高老爷的八十大寿 不但是一场杀戮的掏敌盛宴 更是一出偷梁换柱 离猫换太子的年度大戏 一直忙到傍晚 饭都没顾得上吃 地下室里 却已经摆好了几十个神态 栩栩如生的纸人 不过还没贴符 纸人暂时还没有活过来 这时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黄小龙停下手中的工作 拿起手机一看 是武珊珊打过来的 黄小龙笑嘻嘻地接听电话 胖子 想我了 是啊是啊 想你了啊 武珊珊也不矫情 含情默默地诉说着相思之苦 小龙你在忙什么呢 不 胖子 我在扎纸人 扎花圈 黄小龙实话实说 过两天有个大人物过生日 他预定了一个大花圈 扑小龙 你太搞笑了 人家过生日 怎么会预定花圈 又不是办丧事 哥哥哥哥 武珊珊娇笑了起来 顿了一下 武珊珊继续道 对了 小龙 颜翊和那个头胡自尽的女孩子之间 到底有没有那种事儿啊 那个可怜的女生上文飞 是不是因为颜翊才自杀的啊 这个 嘿嘿嘿 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黄小龙神秘兮兮的道 呃 小龙 刚才颜翊打了电话过来 与我晚上出去见面 说有很重要的东西给我看 还说 这个东西 将会揭开一个虚伪禽兽之人的真面目 武珊珊快速说道 哈哈哈哈 黄小龙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现在颜翊屁股一翘 黄小龙就知道他小子是拉屎还是拉尿 颜翊能给武珊珊看什么 无非就是让眉眉勾引黄小龙拍的视频 一段精心设计 让黄小龙一臭万年的视频 可 让颜翊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一段视频 早就被黄小龙掉包了 而且 眉眉可是黄小龙的信徒 小龙 你笑什么啊 武珊珊疾到 你说颜翊是不是故意骗我出去 才说这些 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给我看 我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啊 而且一看到他 我就恶心的要死 要不 我直接推了吧 晚上我来找你玩 我才不理他呢 不用 胖子 别推 答应那家伙 晚上出去和他见面 去看他那所谓的重要的东西 也对哟 那个东西 可以揭开一个虚伪禽兽之人的真面目 黄小龙煞有介事的道 那好吧 小龙你陪我去吗 武珊珊答应道 那肯定 黄小龙亦不容辞的道 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媳妇 单独和一个畜生见面 扑 谁是你媳妇 目前还只是女朋友好不好 武珊珊修人答答的道 那啥 小龙 今晚其实还有一件事 胖子 啥是尔 黄小龙嬉笑道 就是呢 小龙你不是说你会驱邪弄鬼吗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一个同事 他最近租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 租金很便宜 因为呢 据说房子里死过人 冤魂不散 很是邪乎 但我那同事不信邪啊 硬是缴了半年的租金 搬进去住了 这不 出问题了 武珊珊素说道 出什么问题了 撞鬼了 黄小龙来了点兴趣 对于这党子世儿人 他是最感兴趣的 毕竟是爱好这方面 差不多算是吧 可把他吓坏了 然后呢 他把这事儿告诉我之后 我就吹了一下牛 说我男朋友专业抓鬼驱邪的 嘿嘿嘿 武珊珊笑道 胖子 这怎么能算是吹牛 我本来就是 得了 晚上把你那个同事叫上 搞定研绎之后 我陪他一起去闹鬼出租屋 瞧瞧 黄小龙不容分说得到 挂了电话 今晚一定会很精彩 很好玩的 黄小龙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